是宗门,叫下也修观,止观。 所以修观是我们佛法修行,也是一个总纲领, 在佛门里数语教,大陀罗尼门,是个总纲领。 不会修观的,才叫你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待业往生,修观就不待业。 你念念是清净平等觉,这就是佛家常讲, 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与什么相应? 清净平等觉 清净,不执着,没有执着,平等,没有分别, 不分别就平等,不执着就清净,没有妄想就觉。 清净,平等,觉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了, 你能与这个相应,那当然成佛了,佛就是清净平等觉, 清净平等觉就是我们自己的自信。 所以一个念头起来就坏了, 那个速度之快,比光,比电不知道要快上多少倍, 快速堕落,快速地在变化。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 才真正懂得佛在大成经上常讲, 身佛不隔毫端,就在一念之间。 我们的看法,我们六根根六成境界的接触是错误的接触, 诸佛菩萨的接触是正确的接触, 它是大觉的接触,我们是弥邪的接触。 这桩事情佛跟我们说清楚,说明白, 转变在自己,佛菩萨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转变, 转变在自己,修行在个人, 佛菩萨在慈悲,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转变。 我们自己懂得转变,肯转变, 佛菩萨看到欢喜,我们不懂转变, 不肯转变,佛菩萨也无可奈何。 这是说皮婆师佛圣观的意思。 诸解里面末后他引用, 大庄言论,一首记, 在一百四十二面最后一行, 这个记子四句我们要记住。 无病第一例, 利是利益, 什么叫真实的利益? 没有病。 知足第一父, 世间人追求富贵, 什么是富? 知足是富。 过去佛弟子三一一波, 日中一时, 树下一宿, 第一父, 知足。 善友第一亲, 诸佛菩萨是我们的善友。 灭盘第一乐, 灭盘跟前面讲过, 灭盘的意思, 玄奘大师翻得好, 圆祭, 功德圆满, 清净寂灭, 这是第一乐。 他末后这两句话, 死乃兽即不兽, 无兽即兽, 这两句话的味道很长, 意义很深。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果然能回头, 能觉悟, 能认真的学习, 说这个, 男子女人, 文是佛名, 永不堕恶道, 他当然不堕恶道。 常生人天, 受圣妙月, 他这个, 圣妙月, 就是末后这个祭子所讲, 绝不是世间五欲六成之乐, 绝不是世间明文立扬之乐, 你要把这个看作乐, 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种乐佛法里面讲乐是坏苦, 不是真乐。 圣妙月是真乐, 末后这首祭子实际上就是解释, 受圣妙月, 他说, 受即不受, 无受即受, 这才是真正的圣妙月, 与前面阴行里头圣观相应, 圣观才得圣妙月。 我们看下面第七尊。 又于过去, 无量无数恒河沙节, 有佛出世, 好保圣如来。 若有男子女人, 文是佛名, 毕竟不堕恶道。 常在天上, 受圣妙月。 保圣如来, 保, 是真保, 我们世间世人重视所谓七保, 这是佛经里面常说的。 古人重视希望拥有, 现在人也重视, 也希望能够获得, 有了保物代表你的财富, 可以使你物质生活富裕而没有缺乏。 佛法里面也有保, 保词的注解里面所说的四保, 常, 乐, 我, 净, 这是出世间的四保, 也是大家都希望得到的, 比配物质上来说。 而实际上蒋英当说三保, 佛, 法, 僧三保, 三保里面才有长乐我境, 离开三保长乐我境到哪里去求? 求不到。 三保大家知道佛, 法, 僧, 三保真正的意思知道的人不多, 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皈依三保, 他是不是真的皈依? 没有皈依, 做那一个仪式, 那个仪式是空的, 是假的, 是形式没有实质。 为什么? 他不明三保, 不解三保, 所以他也不得三保。 受过戒的人都晓得戒有戒体, 他戒体得不到, 三保三规也是戒, 同样一个道理, 他得不到戒体。 戒体是什么? 是自信。 三保六祖会能大师在, 谭经里面讲的好, 佛保是自信诀, 法保是自信证, 森保是自信净, 我们受持三规的时候, 有没有得到自信的诀, 证, 净, 如果你在受持三规的时候得到了, 那你是真的三规, 经上讲规一是讲这个, 不是讲形式。 规是回头, 从哪里回头? 从过去迷, 斜, 染回头。 一什么? 一自信诀, 正, 静, 这真规一, 这一念回归了, 这是真佛弟子。 如果没有舍弥邪染, 不一觉镇静, 那这个归一是冒名的, 说得好听一点, 天台家所讲的六集里头, 名字归一。 名字归一是什么? 有名无实, 一点作用都不起, 有名无实。 真正的用处的时候, 你最低限度要, 观形归一, 如果我们修行不能弃入观形位, 只在名字位上, 那就落空了。 名字位上说老实话, 很容易造罪业, 很容易堕三图, 入观形, 大致上观形功夫得力, 可以得到人天福报, 不会堕落三图。 如果入相似位, 那你有成就, 你在菩萨道上就修行正果了。 相似位是什么果位? 要以华严经的果位来说, 相似即就是实性位的菩萨, 你转凡成圣了。 分正的三规, 那就是原教初诸以上。 规一的功德不可思议, 是你要真规真一, 佛在经上讲你真正规一, 有三十六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 这当然的是。 他为什么保护你? 尊敬你, 佩服你, 仰慕你, 不是哪个人派他来保护, 自动, 自动来保护你。 这才叫三宝。 自信觉, 正, 净才是三宝, 这是佛家修行正果的总原则, 总纲领, 一入佛门第一堂课, 就把修行正果的总纲领传授给你, 这叫做传授三规, 让你这一生生生世世, 向着这个方向, 向着这个目标努力迈进, 你就能成菩萨, 成佛。 佛法的教学时实在在是美满到极处, 真实的圆满, 一开端就把这条路指清楚, 指明白。 可是现在我们常常看到, 皈依是皈依某一个法师, 这完了。 皈依某个法师, 这个刘弊, 由来已久, 我们从偶艺大师的著作里面看到, 偶艺大师是明末清初的人, 他在当时就指出皈依的误会错误。 由此可知, 在那个时代, 距离我们五百年, 五百年前就是, 皈依某个法师, 不是皈依三宝, 这是我的师父, 那个不是我的师父, 破和和僧。 僧团是和和一家人, 他这些皈依弟子在里头有分别, 有执着, 这是我的师父, 这是我师父到场我要拥护, 那个不是的我要排斥, 就破和和僧。 破和和僧大家知道, 造无间地狱的罪业, 换句话说, 你不皈依还不造这个罪业, 皈依之后造这个罪业, 最后皈到哪里去? 归到阿比地狱去, 这糟糕不糟糕。 大错特错,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误? 一念迷情, 一念自私, 注成大错。 这种错误的面逐渐逐渐扩大, 使一般人对于皈依真正的意思迷失掉, 不但影响的面扩大, 影响的时间久了, 代代相传, 我们都以为这是正确的, 谁能发现这是错误的? 我们要是不读, 六祖谈经, 要是不读偶艺大师这些著作, 我们怎么会知道? 谈经, 里面给我们启示, 六祖传授归一, 他居然不说,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僧, 他不是这个解释, 他说是, 归一绝, 归一正, 归一锦。 我早年读这个经的时候, 这个给我很大的启示, 他为什么这么说法? 他是唐朝时候的人, 距离我们现在一千三百多年, 想必在那个时代, 大家对于三宝就已经迷了, 迷在佛法僧里面, 不知道佛法僧表法真正的意思, 所以他才说, 归一绝, 归一正, 归一静, 然后又说, 佛者觉也, 法者正也, 僧者静也, 他这个说法。 他之所以这样说法, 对那个时代的人, 必定是那个时代人已经对于佛法僧真正的意义迷失了, 所以能大师传授三规, 他有他另外一种讲法, 唤醒大家回头, 这很有道理。 佛家要修行正果, 头一个要把我舍掉, 把私舍掉, 你执着有个我一切都为我, 执着有个私的念头, 这是轮回心造轮回业, 不是佛法。 佛法, 佛是觉的意思, 佛法是觉悟之法, 你有一念私情加在里面, 你是弥法, 是迷惑颠倒之法, 不是佛法。 我们今天将弥染法看作佛法, 你在佛法修学会有什么成就? 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 所以觉正境是宝, 是宝中最殊胜者, 三宝都是属于自信, 不在外面也不在别人。 释迦牟尼佛没有教我们归依他, 早年是教我们归依佛, 归依法, 归依僧, 没有说是归依他, 大家都懂得自信觉正境是三宝, 叫自信三宝。 但是对于形象上的三宝要懂得尊重, 为什么? 没有形象的三宝, 你怎么会知道自信三宝, 必须要用形象的三宝常常启发你, 诱导你, 让你实时回归自信三宝, 所以形象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见到佛像, 听到佛明, 立刻就回归自信觉, 看到经书, 看到法物, 就能回归到自信正, 看到出家人形象, 就知道回归自信静, 所以形象的功德是无量无边。 形象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 如果没有这个形象很容易忘掉, 又迷惑, 又颠倒, 又造业, 继续还要受苦暴, 这才是真正的三宝, 真实三宝。 若有男子女人, 文是佛明, 文明就皈依, 文明就回头, 毕竟不堕恶道, 她的生活, 她的行为能与自信觉正进三宝相应, 她怎么会堕恶道? 纵然造作恶道的因, 恶道的缘断了, 所以不堕恶道, 常在天上, 受圣妙月, 这一句跟前面, 常生仁天, 受圣妙月, 一个意思。 再看第八尊, 又于过去, 有佛出世, 好宝相如来。 若有男子女人, 文是佛明, 身宫尽心, 是人不久, 的阿罗汉果。 前面一尊, 宝圣, 这一尊, 宝香, 宝圣的意思广, 宝香完全是从形香上来说的。 但是说道香, 我们就要想道性, 为什么? 像是性变现的, 性是能现能变, 像是所现所变。 我们就最浅显的地方来看, 佛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 闻佛知名我们就体会到宝相。 佛的宝相怎么来的? 修应所得的果报。 人人都希望相好, 都希望相貌庄严美好, 要知道这是果报, 容貌是果报, 体质也是果报, 你的身体健康长寿是果报, 容貌好丑也是果报。 修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 三十二相八十重好事属于果, 修的是什么因? 将为农居士金刚经讲义, 里面引用的这些经典可以去参考, 你在这个经典原文去找, 查,大藏经, 太麻烦, 金刚经讲义, 很普遍, 诸位手上都有, 你去看看。 譬如佛的广长蛇像是好相, 什么因修成的? 深深世事不妄语。 所以你要真正修善因, 你才得善果, 得善的宝相, 如果不是修善因, 你的相貌就不能够圆满。 世间人也有一些好相, 浮相, 你仔细去观察, 它是浮相, 它不是宝相, 宝相里面有真, 有善, 有美, 浮相里面有美, 它没有真, 没有善。 所以与这些人接触, 我们现在人讲磁场, 你跟他接触的时候, 那磁场不会感到很舒适, 不会感到很欢喜, 这就是他只有美, 他没有真, 没有善。 如果我们接触一个修行人, 他没有地位, 他也没有财物财富, 他是一个很平常, 很普通的人, 他长得也不美, 可是他有真心, 他善良, 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 那磁场不一样, 感觉的很舒适, 那个香叫宝香, 诸位细细去体会, 你逐渐逐渐你就明了了。 宝香如来, 我们读到这个名号, 立刻就要懂得修因正果, 正是表种善因得善果, 表这个意思, 你听到这个名号, 你就能够断恶修善。 恶就是烦恼习气, 你能断见思烦恼, 能断食恶, 能修食善, 这是你修行正果的基础。 经文末后说, 若有男子女人, 闻是佛名, 生公尽心, 是人不久, 的阿罗汉果。 诸解里头有一段话, 我们念一念, 在一百四十四念到属第二行, 末后一句看起。 他说, 经约藏教已对原位, 藏教是小臣, 原教是圆满的大臣, 把他们断正位次做一个比较, 则初性至七性, 这是原教, 原教初性菩萨到七性菩萨, 三界见思任运断境, 与藏教第四果阿罗汉旗。 由此可知, 此的讲, 的阿罗汉果, 不是真的小臣阿罗汉, 是什么? 是大臣初性到七性位的菩萨, 这个意思在此地。 因为, 地藏菩萨本愿经, 是大臣经, 不是小臣经, 怎么会正小臣果位? 是用小臣果位来比喻它断烦恼层次, 见思烦恼断了, 这才能得饱香庄严。 所以我们看人, 人的心清净, 他有一个清净香, 人很慈悲, 他有一个慈悲香, 这个人很凶恶, 他有个凶恶的香, 你细心观察, 所谓是, 沉于中而显于外, 相貌就是你自己心理情绪的一个表现, 从你的相撞能够知道你一个人的心, 你的心理, 你的思想, 知道你的情绪。 所以断恶修善, 激功累得救修因正果了。 下面经文这第九尊。 又于过去, 无量阿森止结, 有佛出世, 好加沙状如来。 若有男子女人, 闻是佛名者, 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 这是, 加沙状如来, 什么叫, 加沙? 注解里面说, 此曰庄严飙香, 以张佛得鸿名, 下面影, 心地观金, 云, 加沙, 即是如来宝状之香。 先要懂得加沙的意思, 加沙是梵语, 它的意思是杂, 颜色杂色叫加沙色,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 是个混杂的, 凡是混杂都叫加沙。 所以脱波, 脱波这一波饭叫加沙饭, 为什么? 许多人家供养的, 饭菜合在一起。 我们这个一, 一为什么称加沙? 各种颜色混合在一块染的, 所以它不是正色。 正色是五色, 红黄蓝白黑这正色, 黑色也是正色。 佛弟子不着正色, 这一叫染色一, 五种颜色混合在一起染成这个颜色, 这叫加沙, 加沙是从颜色上来说的。 在过去, 也是在佛的依植料上说, 它也是混杂的。 因为古时候脱波这一波饭容易, 大家供养容易。 古时候资源缺乏, 不都是手工制的, 所以的一件依相当不容易。 依从哪里来? 依从这些在家人, 他们穿着这些破旧的衣服, 不要了, 丢掉了, 出家人把它捡来。 可是诸位要晓得, 印度人的衣是一块布裹在身上, 它穿旧, 穿破丢弃了, 出家人把它捡起来, 里面还有可以用的, 破的那些地方把它捡裁掉, 这样多捡几件, 把它拼拼凑凑就拼成一条衣, 所以这个也是袈裟。 拼成之后, 当然布的料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所以缝制起来之后再染色, 这叫袈裟。 由此可知, 袈裟真正的意义是随缘而不着香, 衣食住行都随缘, 决定没有挑剔。 佛在世间, 在生活上衣食住行都无心, 无心就是无有分别心, 无有执着心, 随大家的供养什么都好, 总是以清净心, 平等心来看待, 这就对了。 壮, 是高显之意, 这是表法。 佛家的生活态度, 这样明显告诉世间一切众生, 这就是自行化它, 教大家在生活上不要过分的执着, 不要过分的贪图享受, 你一切都能随缘, 你的心多清净多自在, 这里头真正快乐。 一切要过分讲求, 你苦就来了, 你过的日子是苦日子, 在富贵也是过苦日子。 所以知足的人, 他一切不讲求, 一切都随缘, 在贫穷他快乐, 他过的是乐日子。 由此可知, 苦乐也在一面之间, 一切随缘, 哪有不自在, 哪有不快乐。 所以这一件贾沙用意就很深。 但是现在纵然搭着贾沙满街去走, 人家不知道, 不懂这个意思, 古时候的人懂, 一看到贾沙他觉悟, 把世间一切贪然之心, 他就能够扶住, 就降下来了。 现在人不知道, 不懂, 这是佛法弘扬的太少了, 世间人对佛法产生很大的误会。 这一桩事情, 也正是我们这一个时代佛弟子, 应当要努力尽心尽力宣扬佛法, 让社会大众对于佛的教育, 佛的教化有正确的理解, 重新肯定, 这是我们的本分工作, 我们把它做好, 我们这一生就过得有意义, 有价值了。 所以这个功德, 说是, 文士佛名, 超一百劫生死之罪, 这里头含着自行化它, 无量功德。 末后这一尊, 又于过去, 有佛出世, 好大通山王如来。 若有男子女人, 文是佛名, 是人的欲恒和沙佛, 广为说法, 必成菩提。 山王, 就是指须弥山, 在一个世界, 一个地区, 须弥山是叫妙高山, 须弥是梵雨, 这一个地区最高的这一座山, 就称为须弥山, 这个地区的须弥山。 在这个世界, 这一个世界里面最高的山, 是这一个世界的须弥山。 所以须弥并没有说是固定指哪一座山, 不是的, 看它的范围。 如果讲梭婆世界, 梭婆世界须弥山就高了, 是这一个梭婆世界里面最高的一个山。 通常讲我们地球叫页弥提州, 页弥提, 我们这个地球上最高的这座山, 那是页弥提州的须弥山。 这是讲山王, 山王就是指最高的这座山。 大通, 都是形容山王, 这个山王高大, 通也比喻, 带根通如果从表法的意思上来说, 注解里面146面, 注解里头的第三行从当中看起, 大通是班若英, 山王是报生果, 四至究竟庄严, 这从表法上说的。 须弥山, 佛在经上讲四宝合成, 用四宝来比四至, 四至就是大圆境至, 平等性至, 妙观察至, 成所作至。 四至合成的那就是班若, 这个意思非常明显地显示出, 转八时成四至, 四至是须弥山, 四至这是大, 这是通, 这是无障碍, 成就的是四至菩提, 四至菩提就是班若波罗密多。 山王这是果报, 比喻佛的报生, 我们明了佛三生即是一生, 一生即是三生, 华严经, 里面给我们讲, 把生, 报生, 硬化生是一, 一而三, 三而一, 这个意思很深很广。 由此可知, 这一尊佛的德号是讲修因正果, 修四至之因, 一定正报生之果。 因为报生佛是智慧成就的, 法身是自信本具的, 报生是智慧修成的, 所以, 若有男子女人, 文是佛名, 那就, 欲恒和杀树诸佛, 广卫说法, 与这个意思就相应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德藏菩萨本愿经, 第三十四卷, 新加坡静宗学会录影是当明, 十四年十二月三日四。 请先开经本, 科著, 卷中, 第一百四十六面, 请看经文。 又于过去, 有静悦佛, 山王佛, 至圣佛, 静明王佛, 至成就佛, 无上佛, 妙身佛, 满悦佛, 月面佛, 有如是等, 不可说佛。 德藏菩萨在这个地方, 给我们介绍了十尊佛之后, 又说出这个地方的九尊。 末后告诉我们, 像他所说的这些佛, 数量是无量无边, 不可称说。 这是交给我们, 要称念诸佛的名号, 名号公德不可思议。 通常我们偏赞阿弥陀佛, 弥陀名号公德不可思议, 其实每一尊佛的德号, 都是不可思议, 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 这才真正突出佛法里面所说的,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所以称念任何一尊佛的名号, 都有同样的成就。 世尊在这么多名号当中, 特别跟我们介绍阿弥陀佛, 原因又何在? 佛家常讲, 佛不度无缘之人, 理上虽然是平等的, 可是世上有差别, 差别都在缘分, 正是如善导大师所说, 总在欲缘不同, 所以我们成就就不一样。 而阿弥陀佛与我们特别有缘分, 在菩萨里面是观世音菩萨, 佛里面是阿弥陀佛, 与娑婆世界的缘非常非常之深, 有缘而且缘深, 感应就很快, 非常快速也非常之深, 这是世尊特别为我们介绍的原因之所在。 这九尊佛号, 清廉法师在此的有个注解, 诸位都可以参考。 略说, 静悦佛, 静, 是清静, 悦, 是月光, 夜晚清静的月光, 没有人不喜爱的, 特别是我们现在也接近中秋, 中秋的月光格外显得清静, 所谓秋高气爽。 比喻佛的法身光明变照, 华严经, 上跟我们说法身佛的名号叫皮卢遮纳, 这是梵语, 皮卢遮纳的意思是, 变一切处, 法身确实是变一切处。 由此可知, 净虚空, 变法界就是一个法身, 这是经论里面常讲, 十方三是佛, 共同一法身。 如果你要能够体会到共同一法身, 然后才知道净虚空变法界确实是一个自己, 是一个整体, 这个境界大乘法中叫圆满大绝, 它却确实实明了, 体会的虚空法界是自己, 天地万物也是自己, 是自己的相分, 法身, 法界是自己的本体。 光明变照就是智慧的变照, 实心的广变, 作用的广变, 入这个境界之后在虚空法界, 法界里面有过去, 有未来, 无处不现身, 随类现身, 这个道理就在此地。 它这里注解也很好, 注的是, 从真垂硬, 真是法身, 硬就是报身跟硬化身, 真身没有形象, 它不是物质的, 硬化身有形象, 报身也算是硬身。 我们把它范围说得宽广一点, 从体起用, 报身自受用, 也与地上菩萨共同受用, 硬化身是凡胜同居土, 方便有余土的众身, 是为它受用, 所以硬化身完全是它受用, 不是自受用, 自受用是报身。 可是法身, 报身, 硬化身是一而三, 三而一, 它末后一句说得很好, 此名三身一体, 静悦就比喻三身一体。 第二尊, 山王佛, 山王, 是形容佛报身如大山一样, 王室最大的, 山里面最大的, 我们常称之须弥山王。 通常是讲佛的报身, 我们在赞佛记里面赞叹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身金色, 相好光明五等轮, 你们想这个境界, 白豪婉转五须弥, 你去想这个身多大, 白豪是眉毛当中两根毫毛旋转在一起, 有多大。 五座须弥山那么大, 你说它这个人的身相多大。 我们地球容纳不下, 所以地球要在佛的法相庄严之中, 恐怕只是一根毫毛而已, 佛能献这个大身, 称之为山王佛。 这是对佛的赞叹, 也显得佛神通能力的殊胜, 能献这么大的身。 第三尊, 至圣佛, 至, 是一切种至。 佛法里面跟我们讲至讲三种, 一切至, 他注解里面讲, 这引用, 大品般若, 萨婆若, 就是一切至, 一切至是二圣人的智慧, 身文, 原觉所证的的。 一切至是什么? 知空, 万法皆空。 小成人懂得这个道理, 他明了, 于是他就住在偏真涅槃, 他注空, 这是一切法之理, 他不是事, 他是理, 理是空的。 诸位一定要明了, 这个空不是性空, 他是明了万事万法之理是空的, 一切法是因缘所生, 了不可得, 所以二圣人心地很清静, 就是他知道一切法的真相, 理上的真相。 道种智, 是菩萨智, 道是说的理论, 种是种种, 是讲是香, 可见得菩萨比二圣事进步太多。 二圣人理事不能圆容, 也就是我们在《华言经》上讲, 他理事有爱, 理事有爱当然是事就更有爱, 他在这个境界里头, 所以二圣人所得的理无爱, 但是理根适合起来就有爱了。 菩萨的智慧就高, 理事能够圆容, 做到理事无爱, 在四无爱法界里面, 他得到三个, 理无爱, 事无爱, 理事无爱, 这是道种智, 种是种种, 一切种智, 这事事无爱全部圆满都正的的, 不但是理事无爱, 事事都无爱, 所以这叫一切种智。 一切就是前面讲的一切智, 种智就是菩萨所正的道种智, 一切智跟道种智不二, 能够融合在一起就叫一切种智。 一切种智如来果地上所正的的, 这个智就殊胜, 超过二圣, 超过菩萨, 所以称智圣佛。 第四尊, 静明王佛, 静, 是清静, 王, 是比喻自在。 在古时候只有国王他能够发号施令, 一切人民都要听从他的, 听从别人的人不自由, 发号施令的人自由, 所以称之为王。 佛经里面, 王, 都有自由自在的意思, 自己能做主的意思。 静明是清静, 烦恼断了, 清静, 生死了托, 这个的清静了, 超越六道轮回, 超越十法界。 经上讲, 五注二死静静, 圆满的清静, 五注是说烦恼, 二死是两种生死, 这两种是经上讲的分段生死, 变异生死。 分段生死是从相上说, 如果我们说得很粗, 粗显一点, 大家都能够懂得, 我们这个身体, 的这个身体, 从出生到死亡这是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称为分段生死, 这个说法大家很容易了解。 其实分段生死哪里说是人一生, 诸位要细细去想想, 我们现在一年是一个阶段, 这一年过去了, 这一年等于死了, 来年等于生, 再往维系的去观察, 越越有生死, 每一天都有生死, 这种现象都属于分段生死的现象。 分段生死讲到极处是刹那生灭, 刹那生灭是分段生死, 都是从相上来说。 变异生死不是从相上说, 实在讲变异没有生死, 为什么把变异称为生死? 变异有苦, 生死是苦的意思。 我们以, 华严经, 上法生大事来说, 他们分段生死没有了, 向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那边去的人, 人人是无量寿, 人人都是的金刚不坏生, 可是他还有变异生死。 变异生死从哪里看出来? 四图, 三倍, 九品, 那就是变异。 你从下品转变成中品, 从中品转变成上品, 这就叫变异, 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 在, 华严经, 里面华藏世界, 这些法生大事分段生死没有了, 但是经上给我们讲, 他有四十一个位次, 十柱,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等觉, 每一提升一个位次就是一个变异。 这个变异需要他自己用功去修, 那个修就叫生死, 修很苦, 他要修行, 他要用功, 才能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 所以变异确确实实不是生死。 因为他要提升他的境界, 他要认真努力修学, 修学是一桩辛苦事情, 我们把他比喻做生死。 所以两种生死都尽了, 都断了, 那是什么地位? 如来果的, 原教的佛果。 怎么知道? 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香无名霉断, 所以还有一次变异生死, 等觉菩萨还有一次, 到如来果地上那就完全没有了。 所以静明王佛这个名号, 我们一看, 原教究竟圆满的佛果, 才当得起这个名号。 第五尊, 至成就佛, 这个名号的意思是利益众生的, 像, 静明王佛, 这个名号, 完全从自立, 从断烦恼, 断正上来建立的, 至成就, 这是就度化众生上来说的。 智是智慧, 全十二智, 班若经, 上所说的, 班若无知, 无知是根本智, 为什么说它无知? 它不起作用, 没有起作用。 没有起作用, 为什么又叫它做根本智? 无知就是根本智, 无知不是说没有智慧, 如果看到经上讲, 班若无知, 那是完全没有智慧, 那你就错了, 无知是真有智慧, 智慧没有起作用, 是这个意思。 它对于万事万法性像, 理事, 因果, 没有一样不清楚, 没有一样不明了, 可是它自己境界是如如不动, 我们所谓是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在这个状况之下较无知。 当它起作用的时候, 起作用, 起什么作用? 教化众生, 答复众生的疑难, 这时候展现出来的是, 摩索不知, 所以摩索不知叫全智, 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善巧方便。 善巧方便是属于智慧的应用, 应用的时候是摩索不知, 摩索不知可见的就是无知的表现, 班若经, 上这两句话, 我们要明了, 决定不能够误会。 所以无知是自受用, 摩索不知是它受用。 诸佛菩萨在十法界, 在六道度化一切众生, 无论是现什么样的生香, 这一点我们要记住, 佛没有生香, 法身没有生香, 生香是随类现的。 不但硬化身是随类现的, 报身也是随类现的, 我们在《华言经》上看到的是 是报身佛卢舍纳佛, 在极乐世界看到的是阿弥陀佛, 报身也是随类现的。 卢舍纳佛是在华藏世界, 度四时一位法身大事, 阿弥陀佛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度十报庄严土的菩萨, 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够体会到, 报身还是随类现的, 那个类是指法身大事。 佛给我们讲世界无量无边, 诸佛如来无量无边, 从佛名号里面来看, 我们看到这么多佛。 释迦牟尼佛专门为我们介绍 十方诸佛的名号, 诸位也许读过, 万佛明经, 世尊跟我们就随便说一说, 就说了一万两千多尊佛的名号, 在虚空法界里 佛的名号说不尽, 释迦牟尼佛天天给我们说, 说一节也说不完。 这就说明佛的报身也不止一个, 随着各个世界差别的状况, 为法身大事所现的, 如果是为方便土, 同居土这些凡夫们所现的, 就是硬化身。 这世至尘久如来。 无上佛, 无上, 是尊称到极处。 诸解里面几句话诸得很好, 有所断者, 明有上世。 寂摩所断, 明无上已, 这个解释得很圆满。 等觉菩萨还有断, 还有一品身相无明可以断, 那叫上世, 不能叫无上, 他还有所断。 道如来果地上那就没得断, 应当断得统统断干净, 没得断, 这称无上, 所以无上也是对于就近佛果的尊称。 妙生佛, 是赞叹佛的因身圆满为妙, 佛以一因而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是为妙, 佛说法因身得悦而那是美妙。 这种美妙, 唯妙从哪里得来的? 从心性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得, 一定要记住, 要学习。 你心地真诚, 你的言词就真诚, 你心地清净, 你的容貌, 因身就清净。 由此可知, 古人常说, 成于中而行于外, 这一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的心为妙, 你的相貌, 因身也就为妙, 你的心是真善美, 你的容貌, 因身也显出真善美, 因身, 容貌是外表, 是你自信的流露, 你要想象好, 你的心要好, 心不好要想象好, 没这个道理, 怎样修饰也是枉然。 佛在经上常常说, 相随心转, 不但我们自己身体, 容貌是随心转, 我们依靠生存的山和大地也随心转, 所以心好不但你相貌好, 相貌好是有福, 这个人有福像, 这个地方也有福, 福地福人居, 福人居福地, 的也有福了。 的怎么会有福? 的也随心转。 心要是邪恶, 你的乡也邪恶, 你所居住的山和大地也是邪恶, 这个道理值得我们深深地去反省。 有很多人说现在地球病了, 地球上的生态环境起了很大的变化, 它怎么会病? 怎么会反常? 你在想想佛所讲的这些道理, 人性反常。 特别是在最近这些年来, 我们常常到世界各个地区去旅游, 我们接触到的一切人事物, 发现人心浮躁不安, 一丝毫刺激都经不起, 稍稍有一点不如意, 甜恨就爆发了, 这是反常。 所以他自己的阴身, 容貌, 体质就多病, 不正常, 在影响他居住的环境, 环境也不正常, 这里面的道理, 我们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详细报告过。 用科学家说法, 他的原理就是波动, 斜肢, 斜剑, 斜行, 这是很不好的一个波动, 这个波动影响物质的世界, 影响地球的变化, 甚至于影响到地球在太空当中的运行, 影响它的轨道, 影响它的速度, 所以地球上就产生很大的变化。 这种连带的关系, 科学家还没有能够发现, 但是佛在经上已经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相随心转, 尽随心转。 今天有许多人发现病态严重, 所以极力呼吁要加强环保意识, 能不能收到效果。 我们在旁边冷眼旁观, 收不到效果。 原因在哪里? 他治标不治本, 他不晓得自然环境的变化, 根本的原因是人心, 他不知道。 要真正做好环保的工作, 先要保护自己的清净心, 保护自己的真诚心, 保护自己的慈悲心, 这才有救, 这治本。 本末兼制收的效果就很大, 也很快速, 很可惜现在科学家, 他不知道这根本的原因。 这就是近代人迷于科学技术, 迷于经济财富, 产生严重的偏见, 造成今天整个事态反常的现象。 不过佛说得很好, 供业里面还有别业, 所以我们想救自己还是有办法, 虽然是救自己, 也要有真诚帮助别人的心愿, 要真干, 至于做到多少不必去过问。 灾难逼迫在眼前, 我们也要效法古时候, 慈悲心深重的这些行者, 明知其不可谓而为之, 我们还是要做。 不顾自己, 要为一切众生, 为众生的利益, 为众生的幸福, 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我们刚刚讲过两种生死都不是真的, 不可以贪生怕死, 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 为众生造福, 自自然然能感的诸佛如来的加持, 诸菩萨善神的拥护, 问题是我们肯不肯发心。 说老实话, 不在自己有没有智慧能力, 那是其次, 你能够发真实的心, 智慧不足, 佛菩萨会加持, 能力达不到, 有一些护法善神会帮助你。 大家如果要不相信, 此的居士林李牧原居士不就明了, 李牧原居士就是我说的这种人, 智慧能力不足, 他能发真心, 他得到诸佛菩萨护念, 得到龙天善神拥护, 所以才能够心想事成, 佛家常讲, 佛是门中, 有求必应,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你这个心愿是善的不是自私, 是为佛法常住世间, 是为众生了生死, 出三界, 得度成佛, 这个愿心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 所以发这种愿心才能感动诸佛菩萨, 与诸佛菩萨同心同愿, 同解同行, 自然就加持上了。 所谓你的心, 你的愿, 你思想的波, 波的频率跟诸佛思想波频率相同, 相同它就接通了, 这就是佛力加持的道理, 所以才能帮助你心想事成。 后面第八尊, 满月佛, 月面佛, 月面跟满月一丝相同, 他注解里头也说这两尊佛大义相同。 满月, 我们中国人农历讲十五的月亮, 在天文里面讲是旺, 说旺, 旺的月是满月。 佛经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 赞佛的寄送里面说, 佛面清净如满月, 有人来问我, 法师, 佛的面圆圆的有什么好看? 这没有能够体会到, 佛说这一句话的真正的意思, 所以是, 愿解如来真实意, 非常重要。 满月是比喻什么? 比喻没有欠缺, 你看到佛的相好, 你找不出一丝毫的缺点, 这不是佛的面孔是圆圆的, 那你是完全想错了, 这个解释叫妄文生意, 三是佛都喊冤枉。 佛不是这个意思, 满是比喻圆满, 而没有欠缺的意思, 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 妄文生意往往就错解, 错解了他连佛都不学了, 因为学佛将来成佛, 变成这个样子多难看, 他不学佛了。 所以必须要了解他真正的意思, 这就是圆满而没有欠缺。 佛为什么会圆满? 为什么会没有欠缺? 佛正得了圆满的自信, 所以展现出来的是大圆满, 本经一开端就给我们讲大圆满, 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记住的。 这个经文在什么地方? 我们找出来看一看, 在第十三面, 在我们, 刻住, 的本子第十三面, 卷上第十三面, 十三面是个开端, 事实如来含笑, 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 这一句是总说。 然后后面给我们讲了十种, 十表法的意思, 跟《华严经》上讲, 十是一个意思。 圆满, 慈悲, 智慧, 般若, 三昧, 吉祥, 福德, 功德, 皈依, 赞叹, 这是把无尽的法门, 也是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没有一样不美好, 没有一样有欠缺, 才叫大圆满。 我们现在笼统里讲,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工作, 我们每天跟外面的接触, 接触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都是圆圆满满的在真善美慧之中, 这才称的大圆满。 就像经上给我们讲的这十种圆满, 这十类, 十类在我们生活里头点点滴滴, 任何一滴都具足圆满, 那才叫做满月, 才叫做没有缺陷。 佛做到了, 菩萨虽然也做, 没有佛那么究竟, 换句话说, 菩萨做到圆满还不能称大圆满,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 我们对佛菩萨的生活, 可以说是很羡慕, 非常向往, 能不能做得到? 能。 从哪里做起? 从心地上做起。 换句话说, 你能将这十种圆满, 落实到你的心地就行了。 我们进宗修学也提出十条, 就我们现在生活环境当中, 我们提出, 存心,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用什么心? 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我们要用这个心。 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与这五条相违背, 赶紧把它修正过来修心, 这叫从根本修, 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夫。 在生活当中跟广大群众接触, 也就是在世上修, 在相上修, 我们把握住, 看破, 放下, 自在, 随缘, 把握住这四个原则, 以, 念佛, 做究竟的皈依, 光明云里头大皈依, 我们大皈依是念佛。 这样才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 将我们凡夫的生活, 能够提升到诸佛菩萨的生活。 所谓凡夫的生活提升到诸佛菩萨的生活, 并不是说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这一点诸位必须要明了, 绝对不是说我们发财, 升官, 你要这样想你就错了。 贫贱依旧过的是贫贱生活, 富贵还是过富贵生活, 这样到底是什么地方改变? 心理上改变, 观念上改变, 这一个改变之后, 跟一般人的想法看法完全不一样, 你真正懂得富贵不二, 贫贱不二, 乃至于身佛不二, 理事不二, 信乡不二, 你入不二法门。 入不二法门是什么境界? 华言经, 上讲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是诸佛如来的生活。 所以菩萨视线在我们人间, 并不是每一个菩萨视线都是大富大贵, 不是, 有很多佛菩萨视线乞丐, 视线小宫, 他们是入不二法门, 他们自在的不得了。 在佛教史传里面所记载, 诸位一般都知道寒山, 石德, 文书, 普贤菩萨化身来的。 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 是什么个样子? 根据书上记载的 邋遢不堪, 疯疯癫癫, 什么样肮脏东西他都吃, 毫不讲究卫生, 我们一般人看那是乞丐, 他们过佛菩萨生活, 他们过一真法界的生活。 在民国初年, 也许诸位同修知道有一位金山活佛, 他的名号叫妙善, 跟现在普陀山的老和尚名字完全相同, 妙善法师, 人家尊称他为金山活佛, 他是金山寺正江金山寺, 也是疯疯癫癫, 一年到头就穿一件破大褂, 一身当中从来没有洗过澡, 一身不洗澡, 穿一件大褂。 很奇怪, 他夏天也不热, 冬天也不冷, 他就一件衣服, 什么都没有, 他过得自在。 传记里面记载, 我看的一本, 金山活佛传, 是过去在台湾有一位老法师乐观, 乐观老法师写的。 在台湾有两本书讲他这些故事, 一个是主云法师写的, 一个是乐观法师写的, 主云法师写的不太可靠, 因为主云法师跟他没见过面, 听说的, 主云法师很难得到处打听, 请人家讲他的故事, 他就记录下来, 写成这一本书。 而乐观法师跟妙善法师曾经在一起住过, 他们认识很熟, 所以乐观法师写的比较可靠。 他说这个人是个很特别的人, 在我们现在讲有特异功能, 他吃东西很奇怪, 肮脏的东西他都吃, 人家丢掉当垃圾的时候他拿来吃, 他也不生病, 供养他的钞票他都把他吃掉, 全都给吃掉了, 我们晓得钞票是最肮脏的, 多少人手摸过的, 他全都吃掉。 他一身不洗澡, 也不换衣服, 可是他身上有香气。 曾经有一次信徒们逼着他洗一次澡, 很难得。 好, 你逼我, 强迫就洗, 洗澡的水可以治病, 什么样奇奇怪怪病治不好的, 喝他那个洗澡水病就好了, 很有一点像, 纪公传, 里面说的纪公一样。 他们过的是一针法界的生活, 他不是过的凡夫生活, 心地清净, 平等, 慈悲。 我们实在讲三天不洗澡浑身难过, 他一辈子不洗澡这么自在, 我们一个星期不洗澡身上发臭, 人家都不敢接近, 他身上有香气, 所以他的体质跟我们体质不一样, 你问为什么不一样? 那个心不一样, 体质是贴近我们最接近的一个物质, 一个现香, 香随心转。 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了解这些事实, 修心重要, 心好就相好, 心好身体就好, 好心为众生就好, 为社会就好, 为自己就不好。 这是佛苦口婆心, 千言万语教导我们, 我们要细心要能够体会, 要能够依教奉行, 修行没有别的就是修一个好心, 修一个真诚。 无量寿经上, 把修行的纲目写在经题上, 清静, 平等, 绝, 依照这个纲目去修就好, 清静平等绝就是佛心。 我们在清静, 平等, 觉得前面加个真诚, 后面加个慈悲, 有好处, 怕有一些迷惑人, 自己以为心很清静, 很平等, 很绝了, 没有慈悲心还是自私自利, 还为自己, 清静平等绝没有, 你自以为有, 那是假的不是真的。 真正清静平等绝, 一定是一片慈悲, 我们现在讲, 爱心, 对于一切人, 一切物, 一切事, 都有圆满的爱心, 这个爱心就是慈悲。 博爱, 两个字也是出在, 无量寿经, 上的, 博爱是平等的爱, 清静的爱, 我们能够以爱心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 你才能够得到圆满。 末后总结, 有如是等, 不可说佛, 像前面所说的这些诸佛如来, 无量无边说之不尽。 请看下面经文。 世尊, 这是地藏菩萨教者释迦牟尼佛, 称, 世尊。 现在未来, 现在, 是当时在法会的这个时候, 未来,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末法在他们讲世未来。 说上, 现在未来, 一切众生, 包括我们在内, 这八个字里面就有我们, 所有一切众生都在其中。 若天若人, 若男若女。 这两句是总括六道一切众生。 但念的一佛名号, 功德无量, 何况多名。 这是缘分, 如果有机缘遇到佛法, 你这一生当中能念一句名号, 功德就不可思议。 正如世尊在, 法华经, 上所讲, 一称难无佛, 皆已成佛道, 那是一生当中只念一句, 只念了一生难无佛, 多生多劫之后, 这一句佛号起作用, 能够与佛修行正果。 这是一句佛号的种子, 种在阿赖耶石里头, 叫金刚种子, 永远不坏, 什么时候预缘起现行, 个人的因缘不一样。 虽然说因缘不一样, 这里面还是有个原理, 这个原理是好善好的, 这是我们佛门讲有善根, 有善根的人容易遇到这个机会。 善与善感应, 恶与恶交感, 你会遇到善缘遇到这个机会, 何况佛家常说, 佛是门中, 不舍一人。 你有善根, 佛菩萨常常在观察你, 常常在关怀你, 你的善根成熟, 佛菩萨就来帮助你, 就是这么个道理。 你念多佛名, 那你的善根就更深厚, 你将来遇得度的机会就更多了。 这样说起来, 我们是不是要念很多佛名, 天天去拜万佛产。 在台湾, 其他地方我还不太熟悉, 每逢农历过年每一个道场, 寺庙道场都是拜万佛产。 有没有好处? 当然有好处, 好处正如此的所说。 这里面我们必须要懂的, 世尊特别劝勉我们, 善根成熟的人专念阿弥陀佛, 拜万佛产谁拜的。 刚刚接触佛法初学的, 对于佛法还一无所知, 若有若无, 性根漂浮不定, 没有根, 这样的人让他多念几身佛号, 有好处。 已经有信仰, 已经明了, 就不必要去惹这个麻烦了, 你就去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名号叫诸佛名号, 无量寿经, 上, 弥陀经, 上, 不常常讲, 诸佛名号, 诸佛名号就是阿弥陀佛。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所有十方三是一切诸佛名号, 你就统统都念到了, 它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 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 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 不要想到我现在念阿弥陀佛不行, 才念一尊佛, 我现在赶紧要念万佛去, 那你把你自己的功夫就破坏掉了。 所以的藏菩萨在此的苦口婆心, 是对度罪业极重的众生, 平常对于佛法根本就不能接受的, 毫无信仰的, 对他们来讲的, 我们纵观全经, 的藏菩萨度他们的目的都是生人天, 不是度他们成佛, 为什么? 他们距离成佛还有一大段的距离, 能够从三恶道到人天来受报, 已经是很大的成就了。 在从人天加功用行, 到人天之后, 这才劝他念佛, 劝他专修净土求愿往生, 功德就圆满了。 菩萨在此的劝勉我们, 也正是向大士智菩萨在《冷言经》上所讲,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我们念阿弥陀佛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他在此的教导一切天人大众, 是当来必定见佛, 现前有困难, 当来决定会见佛, 是众生等。 这就只念佛名号的这些众生。 生时死时, 自得大力, 终不堕恶道。 这一段话许许多多同修读到之后都未免怀疑, 世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一生的罪业念己尊佛的名号, 就能不堕恶道了吗? 念佛的人多, 古人常讲, 往生的人少, 念佛的人堕恶道还挺多。 谚语里面常讲, 地狱门前僧道多, 你说那些僧人难道他一生没念过佛吗? 不知道念了多少身佛, 为什么还堕地狱? 那不是跟此的讲, 中部堕恶道完全相悲了吗? 关键就在, 念, 字, 口念不行没有用处。 这个念字, 这个念字, 念字是慧义, 中国文字充满智慧, 这个念字什么意思? 今心, 今是现在, 你现在心上真有佛, 口里念佛心里头没有佛, 那有什么用处? 那就古人讲, 喊破喉咙也枉然, 念得再多也枉然。 是要你心里头真正有佛, 那就起作用了, 真的, 生时死时, 自得大力, 决定不堕恶道, 你心里头真有, 所以不是口上有。 口上有, 那就讲的是, 一粒耳根, 永未道种, 现在得不到利益, 该堕地狱还是要堕地狱, 得不到利益, 如果你心上真有, 你现在就得利益了。 由此可知, 这个念不是指的口念, 是指的你心上真有。 大士智菩萨教给我们, 一佛念佛, 也是这个意思, 一世常常想, 常常思维, 念就是我们一般人讲挂念, 常常把佛挂在心上。 想佛的相好, 想佛的功德, 想佛的存心, 能够这样想, 当然你就能一心一意去效法向佛学习, 能够学各一分, 两分, 那就是大利益, 那就不多恶道。 佛的行表现在外面就是六波罗蜜, 佛喜欢不失, 而我们喜欢迁滩, 我们念佛, 那是念师。 佛家有六念法, 六念法就是教我们存心, 常存不失的心, 念佛, 念法, 念僧, 念天, 念戒, 念师, 这是真正的念佛。 所以念佛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只有口念而心不行, 口念弥陀, 心里面还留恋梭婆世界, 还有深重的情职, 这就大错特错了。 再看底下这一段, 若有灵命中人, 家中眷属, 乃至义人, 为事病人, 高深念一佛名, 是命中人, 处五无见罪, 余夜暴等, 稀的消灭。 这是讲灵中念佛的利益。 家中眷属, 家里没有人信佛, 如果遇到有一个信佛的, 提醒他念一尊佛的名号, 这个病人听到佛号之后, 要觉悟, 要忏悔才能处五无见罪。 假如这个人听到这一身, 佛号, 没有感觉, 没有忏悔的意思, 为什么? 他身平从来不相信佛法, 不肯念佛, 那就是, 一利而根, 永为道种, 他的利益在此地。 他要造五无见罪业, 要不要堕无见地狱? 还是要堕落? 这个念佛对他有没有好处? 有大好处, 这个大好处不是在这一身起作用, 那是他地狱罪业受闷之后, 在遇到这个殊胜的法缘起作用, 所以这个好处在后面。 如果这个人是学佛的, 懂得佛法, 造极重的罪业, 临终的时候有人提醒他, 经过这一提醒他就后悔, 他真正生惭愧心, 忏悔心, 断恶修善, 他现在躺在病床上快要死了, 怎么断恶修善? 断恶修善, 这一念忏悔修善, 却确实时可以出五无见罪。 如果忏悔力量强, 他能升天道, 可以帮助他升到力天, 可以升到仁天来享福。 这些理根事我们都要清楚, 都要明白, 然后读了才不至于疑惑, 他确实有这个效果。 如果是罪业很轻的, 罪业当然消除, 消除必定升人天。 清廉法师注解里面, 在这一段他注的很多, 也引用一些公案因缘, 我们在这里略略地提一提, 特别强调。 大家看一百五十面第一行, 《蓝天台》时一论, 这是智者大师的著作, 初心菩萨, 为德无声忍, 要虚长不离佛,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智者大师在, 传记, 里面, 传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在来的, 这个话等于释迦牟尼佛亲自说的没有两样。 初心菩萨, 初发心的菩萨通指大臣时性位的菩萨, 从初性到时性都叫初心菩萨。 为德无声忍, 没有得到无声法忍, 这一句实在讲是别叫三贤位的菩萨, 在别叫时柱, 时行, 时回向都没有的无声法忍, 在这个地位要常常清净佛陀。 天台大师这一番的开示, 就是劝勉我们一定要求生西方净土, 清净阿弥陀佛, 我们才能够不退转, 才能够保住长精进。 由此可知, 真正要想修学成就, 我们的福伯身在佛前佛后, 身在释迦牟尼佛之后, 身在弥勒佛没有出世之前, 我们见不到佛, 幸亏世间还有佛的弟子, 这些善知识可以清净。 善知识, 好老师也是可遇不可求, 有缘遇到了要虚长不离, 这个很重要。 除非你已经开悟, 正得无声法忍, 那没有关系。 像我们在六祖谈经, 里面看到永家大师, 他去见六祖, 六祖给他印证, 印证完毕他马上就要走。 六祖留他住一天, 他在曹西道场住一个晚上, 叫, 一速诀, 他行。 我们再看看其他人, 有许多人清净会能大师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有清净一辈子, 一直到大师原济, 才离开这个道场, 不是普通人, 也是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 为什么有些见性的人, 急着赶快离开。 那是视线给我们看, 有能力去度化众生, 叫化众生要紧。 有一类的是视线给我们看, 劝我们要常常清净善知识, 已经大彻大悟了还要清净, 何况我们没有见性。 所以这两种表演代表两种意义。 这两种意义要看缘分, 如果你有度众生的缘分, 你应当去度众, 你没有这个缘分, 你不能离开老师, 在老师面前帮助后学, 还有出来的, 帮助老师等于说给老师当助教, 不离开老师。 所以两种视线有两种意思。 底下一句是, 大制度论, 上的话, 这说得好, 巨父凡夫, 有大悲心, 愿生恶事就苦众生, 无有是处, 这话是佛讲的。 巨父凡夫, 烦恼没断, 你还有见思烦恼, 换句话说, 你还有是非人我, 你还有贪甜吃慢。 在这个境界里面, 虽然有大慈悲心, 发愿要生在五浊恶事, 去救度一些苦难众生, 沉不沉。 不沉。 无有是处, 没有这个道理, 你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 你还有什么能力度别人。 我们也曾经见到, 有一些出家人发心, 他不求净土, 他发心, 我来生还要当法师, 我还要到这里来度众生。 我们细细观察这个法师, 他明文立仰一样都放不下, 还是在争权夺利, 那正是大论上所讲, 他希望来生还到人道里头当法师, 来生能不能生到人道。 大有问题。 真正来生不失人生, 我们根据佛在经典里面教会, 至少你的五戒十善要能打八十分才行, 你来生可以得人生, 不失人生, 如果你五戒十善只能打六十分, 靠不住, 不可靠。 你自己想一想, 你的五戒十善有没有八十分的标准, 来生的人生才有指望, 如果你五戒十善有九十分以上, 那你就有决定的把握不失人生。 这是我们必须自己要清楚, 要明了。 如果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自己确确实实施个生死业障的凡夫, 那就要记住大师在此的的教训, 小住第二行, 末后这一句所说, 自是尽弃平生所学, 专寻净土教门。 十余年来, 未尝赞舍, 这就是求自度。 这是个学佛的人, 平生所学广学多文, 这时候真正觉悟, 真正明白了, 晓得你所修学的那些法门, 到灵命中时都派不上用场, 你要觉悟得早, 把你所修学的统统舍弃, 专修净土求愿往生。 今天在新加坡稀有因缘, 在空间讲全世界只有一个, 在时间上讲几百年才会有这么一次机会, 建立弥陀村, 念佛堂, 这个机会稀有难逢。 能在这个地方建立这个道场, 你要真正觉悟, 万元放下, 进入这个念佛堂老实念佛, 那你就做佛去了。 这个念佛堂是保送凡夫一身成佛的场所, 这一种稀有的因缘, 不是一般人在一身当中能遇得到的。 我们讲经说法, 是把这个功德利益讲清楚, 讲明白, 劝人舍弃六道, 舍弃使法界去做佛, 讲经说法的目的在此的, 劝人做佛。 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 事物无见罪, 虽至极重, 动精一劫, 勒不得出。 成思灵命中时, 他仍为其称念佛明, 于是最终, 意见消灭。 这个注解很好意开头, 疑云, 大家听了这个话会有疑惑, 无见业重, 何得意仁称意佛明, 急得消灭耶, 却确实时是能够叫人怀疑。 我们从这个经一直讲到此的, 诸位就了解, 能够灭罪是你念头转, 罪就灭了, 念头不转, 那就是, 一粒耳根, 永未到种。 这是注解里面, 一百五十一面第一行, 最后这一句, 华严经, 上说的。 华严经, 云, 摄文如来明, 急语所说法, 不生性解, 亦能成种, 这个利益在此地。 换句话说, 还是要堕, 善知识提醒你, 你自己要觉悟, 要回头, 这时候的觉悟, 就是跟到善知识一心称念, 这是真忏悔。 最后一念你心里面是佛, 没有其他的, 万元放下, 一心称念, 行, 这灭罪。 如果称念阿弥陀佛, 劝他往生, 这一身造五无间罪业也能往生, 这大善。 为什么一身造极重的罪业, 临终念阿弥陀佛还能往生? 佛在经上常讲, 人死了之后去投胎, 去瘦身, 是业力在主宰。 业力, 你一身造作的有善业, 有恶业, 哪一个恶业主宰你去投胎? 强者先牵。 你阿赖耶实里头无量无边的业力, 哪一个力量最强, 牵着你先去投身? 如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你念阿弥陀佛的力量最强, 那不就是先到极乐世界去投身了, 就是这么个道理。 可是善知善有来助念, 帮你念佛, 你不理会, 你还是贪图世间的享受, 还是放不下恩怨, 那就没法子, 你就到恶道去了。 人死了以后, 到哪一道去就在最后一念, 最后这一念谁能有把握? 确实没有把握, 所以人灵中这是真正大事, 你死了以后往哪里去? 你怎么各去法? 这是大事。 所以佛教导我们, 我们在一生当中要修善, 要修福, 要积功累得, 做这些好事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灵中的时候有福报, 这个福报就是灵中时候神智清楚, 不迷惑, 不颠倒, 灵中有善知识帮助, 这大福报。 如果没有福报的人, 灵中的时候迷惑颠倒, 神智不清, 这就很麻烦。 纵遇到善知识也不行, 他神智不清, 迷惑颠倒决定堕恶道。 所以这是要有条件的, 灭罪是真的不是假的, 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三个条件具足形, 跟经上讲的没有两样。 第一个条件就是神智清楚, 一点都不迷惑, 第二个是遇到善友的提醒, 提示他, 这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 他听到善友的提示, 立刻就能忏悔, 就能放下一切跟着善友念佛求生, 他要具足这三个条件。 善友提示他, 他要是置之不理, 或者是半性半疑就坏了, 那他的利益不在现前, 所谓, 一粒而根, 永未到种, 那在以后, 这一生当中还是随意流转, 很可怕的事。 这个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 谁都不能够逃过, 所以聪明人这一生当中, 要为这个时刻打算。 我们生前受一些苦难无所谓, 时间短, 这一刻要是有了差错, 你一跺恶道, 那个受苦的时间可就长了。 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 必须要有高度的警觉, 要在现前生活当中认真去努力, 断恶修善, 激功累得。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什么是功? 什么是德? 要搞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千万不要把造作罪业当作功德, 那你就是地狱, 那就去定了。 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明了, 才能在这一生当中的度, 这一生当中才不会空过。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就讲到此地。 德藏菩萨本愿经, 第35卷, 新加坡静宗学会录影是当明, 14年12月3日午。 请先开经本, 科著卷中第151面, 请看经文。 何况众生, 自称自念, 或福无量, 灭无量罪。 经文讲到这个地方说到念佛灭罪, 这桩事情我们要仔细体会佛在经中所说的, 决定不可以粗心大意忘闻生意, 那就错了。 其实世尊在本经前面, 给我们举了二个很好的例子, 婆罗门女, 光木女, 她们的仙人都是造作极重的罪业, 堕落在地狱, 沉蒙孝顺的女儿来帮助她。 用什么方法帮助? 佛的教会都是用念佛法门。 是不是像我们平常这样念念佛就可以灭她的罪? 就可以让她从地狱里面超生? 不可能的, 这是决定办不到的。 要怎样念佛才真正有效果? 要像婆罗门女, 光木女那样念佛才管用? 所以我们去助念, 助念是有口无心, 没效。 助念的人在助念当中能够的功夫成片, 能够的一心不乱, 那个人就被超度了, 道理在此的,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如果这个人不造业, 不堕落, 帮他念佛的人心就没有那么虔诚, 因为看到他造罪业, 看到他堕落, 以及虔诚的心来念佛给他回向, 来帮助他, 这样自己把自己境界提升, 自己原本是个凡夫, 现在做了菩萨。 你为什么做菩萨? 是因为造作罪业的人帮助你, 给你做增上缘, 你想想看光木女, 婆罗门女她的母亲要不造罪业, 不堕落, 她怎么会有成就? 她不可能有成就。 所以这个成就的缘是造作罪业的人帮助他, 帮助他超凡入圣, 你说这个功德多大? 大慈菩萨讲, 你劝二个人念佛往生, 比你自己修行的功夫就大多了。 那二个人为什么能往生, 为什么能做佛? 你劝他的。 你劝一万人, 十万人, 那些人念佛都不能往生, 你没有办法, 你得不到好处。 他真正往生做佛, 他为什么做佛? 因为你劝他他做佛的, 他真做了佛, 你的功德才大, 要懂这个道理。 绝对不是说你劝多少人念佛, 这个效果不大, 你所劝的那个人他真念佛, 真往生, 你要劝十几个人往生, 大慈菩萨讲你的福德就无量无边, 你要劝上一百个人, 一千个人, 那你真的就是菩萨再来。 所以这里头一定要辨别清楚, 绝对不是我们见各道场, 这里有几千人, 几万人在这里念佛, 那个不做数, 是要真正的一心, 真正的功夫成片, 真正的往生, 以这个为标准。 此的经上讲的也是这个标准, 你能想到这个标准, 经上讲的功德利益我们就不会怀疑, 就晓得这是真实的。 婆罗门女, 光木女是为自己母亲, 这样诚心诚意去念佛回向帮助她, 同样一个道理, 如果我们跟灵中的人很陌生, 跟她并不熟悉, 遇到这个机缘我们帮她助念, 助念的心态也要把她当作自己极亲的亲人, 以及真诚的心去念, 存亡两利, 我们自己得利益, 她的利益。 如果是敷衍了事, 自她都得不到利益, 那个利益就是前面跟大家所讲的, 一粒耳根, 永未到种, 现前的夜报转步过来, 这是我们在, 地藏经, 上得到的启示。 知道佛说话的用意, 了解事实真相, 所以一般这些超度的佛式有没有效果, 就要看主持超度这个人有没有真诚恭敬心, 果然有真诚, 把亡人看作自己的父母, 看作自己最亲的眷属, 以这种心态去超度有利益。 如果把它看作别人, 与自己根本不相关, 利益很薄, 道理在此地。 同样做这桩事情, 效果完全不相同,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今天这段经文说, 何况众生, 自称自念, 这是为自己修, 这不是为别人, 这在什么时候? 这在自己身体很健康强壮的时候, 要为自己修复, 要为自己积功累得, 这比什么都重要。 人来到这个世间是来干什么的? 为什么而来的? 有几个人曾经想过这个问题? 或许有人想过, 但是我们再要问有几个人认真的想过, 那就少了, 认真想这个问题, 这个人就觉悟。 世间有不少聪明人, 特别是一些哲学家, 宗教家, 想过这些问题比较多, 有没有答案? 始终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答案。 正因为如是, 所以佛才出现在世间, 为这些聪明人解决他所需求的问题, 给他正确的答案。 人生到这个世间来, 佛给我们说, 酬长夜报, 你过去身中造的夜, 你造的善夜你来享福, 你造的恶夜你来受报, 这是佛给我们说出, 六道众生舍身受身的事实真相。 这个香不好, 因缘果报没完没了, 深深世事搞这些事情, 所以佛经上常讲, 生死疲劳, 经上常讲, 可怜悯者, 真正是可怜可敏。 聪明人想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来? 来干什么? 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价值? 感动诸佛菩萨是现在人间, 为我们解释这些问题, 真的觉悟这四个问题就圆满地解决了。 觉悟的人晓得, 利用我这个夜报之身, 我们要干超凡入圣的大事, 做人生彻底的解决, 这就有意义, 有价值。 要了解这个问题, 必须先要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地藏经, 给我们讲六道轮回的真相, 给我们讲地狱, 恶鬼道的真相, 这里面夜因果报, 理事信箱都有说明, 明了之后我们就有办法超越, 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 算是你学佛真正成就了。 在无量法门里面, 地藏经, 所提倡的念佛法门, 唯有这个法门最有效果, 最稳当, 最快速, 最方便, 问题是我们要真念。 真念是一切实, 一切处心中有佛, 这叫真念, 真念不一定挂在口上。 心如佛心, 佛的心是什么样子? 金刚经, 上给我们说得很好, 无助身心, 那就是佛心, 无助是清静, 佛心清静, 一尘不染。 慧能大师所讲, 本来无一物, 那是无助。 身心是身大慈悲心, 关怀一切众生, 爱护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这是身心。 身心跟无助同时, 这里面没有分别, 没有界限, 无助不爱身心, 身心不爱无助, 这是, 华言经, 上所讲的,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我们凡夫的麻烦处, 身心就妨碍无助, 无助决定妨碍身心, 我们去关怀别人, 心就不清静, 要想心地清静, 那就绝对不要关怀, 不要管人的事情, 这是凡夫, 二个不能合一。 我们要学的就要学这个本事, 这两者是一不是二, 关怀又清静, 真正做道理是无碍, 事事无碍, 这是我们要认真学习的。 事做得很圆满, 心里面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为什么? 因为我们彻底明了,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金刚经, 上讲, 一切有未法, 如梦幻泡影。 这现象怎么现起的? 华言经, 上说的明白,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心, 时都是自己, 离开心时之外, 无有意法可得。 这个理透彻了, 你就能够, 再尘不染, 才能够契入世事无碍。 这要功夫, 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 锻炼的时候就静静退退, 静的时候是锻炼, 如果一发现自己还有染着, 赶快退回来, 退到哪里? 退到无助, 心定下来再试一试, 事事不成功就退回来, 慢慢在这里求进步, 菩萨三大阿僧止节修成圆满就是这个方法。 到真正能够有把握保持清静心不被污染, 你才可以放手去帮助一切众生, 这通常是什么境界? 原教初驻以上, 换句话说, 实法界里面的菩萨都还不行, 都还常常照顾自己的清静心。 帮助别人决定不是清静, 平等, 觉, 换句话说, 清静, 平等, 觉是我们的依靠, 是我们的底线。 一旦发现不清静, 不平等, 赶紧就回头, 这非常非常重要。 自己实在没有这个本事, 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到了西方世界清静阿弥陀佛, 再回来帮助众生不持, 这是智慧的选择。 所以这个地方劝勉我们, 趁着自己身体健康强壮, 自称自念, 称就是口念, 念是心里头有, 心里面真正有佛教念, 念是精心, 称是称明, 是口里头念出来, 称跟念不一样。 称跟念相应就有利益, 称跟念不相应, 那就常讲有口无心, 有称无念, 口里念阿弥陀佛, 心里面胡思乱想, 有称无念, 这个不行。 称念合一就是心口合一, 心口合一, 那, 或福无量, 灭无量罪,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名号的功德在哪里? 全部的经文, 名号是个题目。 无量寿经, 古人翻译的五种原义本里面, 有一种名字就叫, 大阿弥陀经, 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经的题目, 他的功德全部经文所说的。 念这句名号心里面就要想到这部经里面的教会, 佛给我们讲的道理, 给我们说的教训, 教我们怎样生活, 怎样处事, 怎样待人接物, 一句名号统统想起来, 这才管用。 如果单念这一句名号, 跟自己生活言行毫不相关, 那这个名号就没用处, 正是古人所讲, 喊破喉咙也枉然。 念佛古大德常讲要相应,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什么相应? 跟经义相应, 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跟弥陀经经义相应, 跟无量寿经经义相应, 这叫真念佛, 所以他真的得福, 真的灭罪, 福报真是无量。 这个地方一丝毫夸张都没有, 句句说的是实话, 我们读了, 听了不相信, 是因为你自己不会念, 你念的不相应。 果然相应, 你看到这个经文你就会相信, 你不会怀疑了。 这是在无量法门里面, 这个法门特别殊胜, 为什么? 这个法门是个圆满的法门, 一称佛, 无量无边的功德都在其中, 一分缺陷都没有, 学其他的法门功德固然很大, 里面还是有缺陷, 不能包括这么完整, 一称佛这是远远满满的包括了。 在我们讲堂里面, 同修们应当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名号的意义略说是, 无量寿经, 广说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 没有一句超过名号范围之外, 不仅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 如果我们把它引申推广, 可以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 所说无量无边的法藏, 也没有一句离开阿弥陀佛, 然后才知道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我们一面念一面要求解, 如果只念不求解, 也很好, 也很难得, 我们境界提升就很缓慢, 如果你念又能解, 对于提升自己的境界非常快速。 提升自己的境界就是经上讲的品位, 华严经, 上讲菩萨的位次, 你从实性提升到实柱, 从实柱提升到实行, 从实行提升到实回向, 要彻底明了你才能提升得起来。 提升品位, 给诸位说也提升我们的生活, 所以佛法的利益绝对不是说只是来生, 现在, 现前就的利益, 提升我们生活的水平。 这个生活是精神生活, 精神生活提升了, 再跟诸位说, 物质生活也提升。 物质生活, 问问你是不是得到更丰足? 这话说的没错, 风足不是量上的风足。 你在此的工作, 每个月赚三千块钱还是赚三千块钱, 不是说一学佛我马上可以赚六千块钱, 不是这个意思, 你还是赚这么多。 那风足在哪里? 我刚才讲值的风足, 换句话说, 过去三千块钱跟现在三千块钱价值不一样, 你受用不一样, 这个道理晓得的人就很少。 我们再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 我们吃饭还是这几道菜, 你的境界没有提升, 你这几道菜吃的味道很平常, 境界提升了, 你看到这几道菜, 菜放光, 菜色是七宝, 你尝在口里是妙味, 别人尝不到的, 不一样, 直变了。 为什么会变? 静随心转。 我跟大家讲是真的, 这几道菜放光, 你品尝的时候妙味, 跟你没有提升那个时候绝对不相同, 所以你吃下去的身体的养分也不一样, 你的精神饱满, 荣光焕发, 这要境界提升才行。 我们同样摆几道菜, 我们有凡夫, 有菩萨, 有佛, 大家在一块吃, 个人入口味不一样, 你别以为他吃的跟我们一样, 错了。 每一个人感觉的味道都不相同, 凡夫是业力, 佛菩萨不是业力, 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 然后才知道佛法的殊胜, 佛法的微妙, 佛法的真实, 不仅仅是我常常讲, 你的容貌可以改变, 体质可以改变, 山和大地, 生活起居统统都改变了, 这个改变是心在改变, 希望大家细细体会这个意思, 唯有这个法是真实法。 经上讲一真法界, 西方讲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多大, 也是尽虚空, 便法界。 我们凡夫看到我们的环境, 一片大地泥土, 沙石, 我们凡夫眼睛看的, 西方极乐世界人要到我们这里来看, 这个世界也是琉璃七宝, 他到任何地方他所看的都是琉璃七宝, 为什么? 静随他心转。 我们凡夫, 假设的话凡夫也有可能到极乐世界去观光, 我们到极乐世界也看到这个的跟我们地球一样, 也是泥土, 沙石, 什么道理? 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 他的心变现跟我们心不一样。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我们这个世间, 他居住的是净土, 经上也曾经说过, 释迦牟尼佛以他的神力, 变现出他自受用的境界给大家看, 跟极乐世界, 滑藏世界没有两样, 凡夫见不到。 这个道理如果用现在科学家的说法, 就是时空为次不相同, 我们今天住三度空间, 科学家确实实证明有四度空间, 五度空间, 乃至到十一度空间, 这被证实的, 还没有发现, 没有证实的, 那还不知道多少。 而佛菩萨的能力把这些时空全部突破, 全部突破所有一切空间他都见到了, 他见到他自受用的, 也见到一切众生受用的, 他有这个能力。 他用什么方法突破? 现在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 真正能突破, 人自在了, 可以回到过去, 也可以回到未来, 理上科学家已经是肯定, 知道, 过去, 现在, 未来同时存在, 这个理他是明了。 同时存在, 我们怎样回到过去? 怎样趋向将来? 做不到, 这个原因是他不知道空间是怎么形成的, 他没有在这上面去研究。 佛法里面讲不同时空的形成, 就是不同法界, 我们佛空讲法界不讲时空, 时法界是略说, 细说是无量法界。 为什么说无量法界? 每一个人的法界都不一样, 我们同样看一个人, 同样看一朵花, 同样看一桩事情, 有人看得欢喜, 有人看得讨厌, 那就是法界不同。 喜欢, 每一个人喜欢程度又不一样, 法界还是不同, 真正找到二个人对一桩事情看法完全相同的, 找不到, 没有这个事情。 佛讲什么时候二个人看法完全相同。 成佛, 佛佛道同。 等觉菩萨, 二位等觉菩萨看一桩事情还是不同, 他的觉没有圆满, 他的心没有达到纯净。 等觉菩萨虽然都有一分身相无名媒迫, 他们每个人的看法都不能完全相同, 我们说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几相同, 不能达到百分之百。 由此可知, 法界的形成, 时空为次的形成, 佛讲的有道理, 妄想, 分别, 执着, 从这个地方生的, 如何能突破? 把妄想, 分别, 执着断掉就突破, 无量无边不同的法界你统统可以, 见到。 所以佛教给我们没有别的, 破妄想, 分别, 执着而已, 妄想, 分别, 执着破了之后, 那个境界就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 我们今天提升, 不断向这个境界提升, 这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经上常讲,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破了执着就是正觉, 再破分别就是正等正觉, 再破妄想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 泛语就叫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 提升自己境界唯一的方法, 称念要相应, 称念不相应是决定不能提升, 只能在阿赖耶实里面种下佛的种子, 将来有用处, 现在没有用处, 现在不能得福, 也不能灭罪。 诸位把这些理事透彻了, 佛经上讲的句句话都是真实的, 一点都没过分。 卷中到这里就圆满了, 我们看底下, 下卷。 较量不失功德原品。 往年香港大雨山圣义法师, 在八零年间他到九华山, 应人得老法师的邀请在九华奖, 帝藏经。 他一面写, 讲记, 一面来讲经, 回到香港之后, 他把那边的状况告诉我, 把, 讲记, 拿来给我看, 我给他写了一篇序文。 他讲这三品前面是佛宝, 较量不失功德, 这一品是法宝, 这个看法非常正确, 将这不经最后归结到三宝, 很难得, 古人柱姐没有提到这个事情, 所以我对于圣义法师这个说法非常赞同, 结归到三宝。 法宝里面, 实在讲就是讲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方法大乘佛法总纲领, 就是教我们不失, 结缘, 用这种方法就能成无上道。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 佛法修学提升自己境界, 最重要的是要破除妄想, 分别, 执着, 而不失就是最好的方法。 不失是舍, 把执着舍掉, 把分别舍掉, 把妄想舍掉, 不仅是理念如此, 事实上也要这样做法, 你要不在事实上真正去做, 空洞的谈理不行, 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境界, 实在讲也没有办法真正把烦恼断掉, 一定要在事实上真正去下功夫。 佛给我们讲了二个字, 舍得, 这二个字你要有很深的认识, 为什么? 因为越舍越多, 这是因果的定律。 这一次经济的风暴, 经济的衰退, 诸位看得非常明显, 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 我们仔细去观察, 居士灵没受影响, 不但没有影响, 居士灵的收入还增加。 照一般说信徒们每一个人经济都非常困难, 布施供养相对当然减少, 这一定道理, 为什么居士灵的收入不减少反而增加, 道理在哪里? 布施 居士灵布施多, 大布施 在这样困难之下, 他的布施是有增无减, 所以他的收入也就有增无减。 证明佛讲的话没错, 才越施越多, 你不怕布施, 越施越多, 我们从居士灵最近一年来证明。 你布施就没有, 一般道场收入减少, 为什么? 看到经济萧条, 我们要节省开支, 要少布施, 少布施你的收入也就少, 果报就少了。 居士灵的礼目原有智慧, 收入少也要大布施, 他不怕把居士灵布施的干干净净, 他不怕, 居士灵的收入源源不断而来。 证明佛所讲的, 财布施的财富, 法布施的聪明智慧, 无谓布施的健康长寿, 你布布施怎么行? 你怎么能得到? 但是不施后面有果报, 果报来了又怕你起贪心, 这个事情麻烦, 所以佛教给我们, 舍得。 舍得深一层的意思, 你得到那个东西赶快舍, 不要留, 如果你施, 得来的那个你再不肯舍的话, 那又坏了, 你又迷, 又堕落了, 永远去施, 越施越多, 施多得多。 诸佛如来, 最近我们讲这二不经要细心去体会, 阿弥陀佛大布施, 所以他福报那么大成就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成就自己不受用, 供养十方世界喜欢念佛修学的人供给他们, 这是阿弥陀佛的大布施。 华言经, 上皮卢遮那佛大布施, 建立华藏世界, 接引十方一切大成的学人, 提供他们享受, 自己没有享受, 佛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 如果我们从不失的丰盛的果报, 自己要去享受的话, 贪心就起来, 又马上就迷了。 所以佛教我们舍得, 你所得到的赶快舍, 舍了之后他又来, 来了之后赶快舍, 像水一样他是活的, 流动的, 决定不可以把他指在那个地方。 你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事实, 你敢舍, 你知道越舍越多, 源源不断而来, 这试验语里面常讲你命里有的你决定有, 命里没有的求也求不到, 保也保不住, 我们在最近都看到。 有许多用尽心机发了大财, 积蓄亿万的财富, 一个经济风暴来了之后倒闭了, 好多跳楼, 自杀, 命里没有的保不住。 如果这些人都有李牧原的智慧, 把他的财富做社会慈善事业, 不得了。 他怎么会失败? 因此学佛的同修, 尤其是在家的同修, 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 你既然学佛, 学佛就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 我为社会服务, 为一切众生服务, 不管是哪一个行业都是为社会, 为众生, 你以服务的态度去做, 你会做得非常兴旺, 你会做出殊胜的成就, 你的事业越做越发达, 越发达越要帮助别人, 越要帮助社会。 自己生活节俭好, 决定健康长寿, 不可以享福, 如果自己富裕, 天天进补, 这一补把你身体全部都不坏掉, 健康的身体不需要补, 一补身上一定有毛病, 越不是毛病越多, 到最后不可救药。 我们细细观察古圣先贤他们给我们做的榜样, 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学习。 佛法里面讲, 是出世间最殊胜的利益, 最大的利益, 无与伦比的利益就是不失, 所以佛把它列在菩萨行里面第一条, 菩萨行有六个原则, 六波罗密, 布施排在第一, 在本经也特别提出来教导我们。 在一切大成经中, 诸位稍稍留意你就会发现, 世尊讲布施讲的最多, 他有他的道理在, 请看经文。 尔诗的藏菩萨摩赫萨, 成佛威神, 从座而起, 胡桂合掌。 尔诗, 是前面的藏菩萨跟我们说明, 念佛的功德利益, 说完之后这个时候, 懂得念佛, 还要懂得念法。 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要特别重视, 成佛威神, 这四个字, 这是菩萨教我们后学要谦虚, 要学谦净。 虽然自己入了这个境界, 也不敢说自己有能力能为大众讲经说法, 说成佛威力的加持我才能做到, 不得佛力加持我还做不到, 有谦净的意思在,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请看经文, 刻著, 卷下第一面, 较量不失功德原品第十。 尔诗的藏菩萨摩赫萨, 成佛威神, 从座而起, 胡桂合掌。 六道凡夫烦恼习气深重, 佛给我们讲根本烦恼有六种, 贪, 甜, 吃, 慢, 下面还有疑, 恶贱, 慢是傲慢, 傲慢的习气一切众生统统都具足, 哪个人不傲慢? 有我, 我总比别人强一点, 这就是傲慢心, 诸位学过法相为时, 你就晓得莫那时, 四大烦恼常相随, 我慢。 纵然凭贱到极处, 做了乞丐, 乞丐在社会上是凭贱到极, 凭没有财富, 贱没有地位, 他还很傲慢, 看到富贵人从他面前过还哼一声, 有什么了不起, 不过有几个臭铜钱而已, 你看, 还是傲慢, 这个烦恼不能不断, 如果不断对我们修学有大障碍。 我们在经文上看到, 德藏菩萨是何等人物, 等觉菩萨是他自愿保持的, 如果要讲成佛他早就成佛, 我们在续品里面看到, 他的学生多少人都已经成佛, 老师现在还在当菩萨。 当菩萨就做菩萨本分知识, 对佛还这么谦虚, 还说他成佛的微神加持, 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 自己再有成就, 再有智慧, 再有能力, 都不可以浇漫, 要从内心里面流露出谦虚恭敬, 你才能断烦恼。 如果你在这上不留意, 认为我有些长处别人所没有的, 现在世间人讲值得骄傲, 那就坏了。 值得骄傲说得不好听, 值得堕落, 值得入三图, 不就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 像这些经文处处都能看到, 每一次读到都要提高自己的觉悟。 下面我们看的藏菩萨的请法, 白佛言, 世尊, 我观夜道众生, 较量不失, 有轻有众。 有一身受福, 有十身受福, 有百身千身受大福利者, 世事云合。 唯愿世尊, 为我说之, 这个事情的藏菩萨哪有不知道的? 这一问一答是说给我们听的, 让我们觉悟。 夜道众生, 就是指六道众生, 六道众生里面特别是指人, 天二道, 人, 天二道当中又特别专指人道, 这个法会是在人间开的, 是为人间讲, 这个法会是在刀利天弓, 欲戒天。 较量不失, 较量, 是比较, 衡量, 比较, 衡量不失, 有轻有众。 下面就举出例子来说, 有一身受福, 这是轻的, 十身受福, 这比较重, 有百身千身受大福利者, 这个不失就很重, 这是什么原因? 请佛为我们说明。 不失通常讲三类才不失, 法不失, 无畏不失。 财是讲财物, 财物里面又分为内财跟外财, 外财是身外之物, 都是属于外财, 身外之物, 内财是讲我们的身体。 譬如我们用智慧, 我们用劳力, 我们用技能, 为社会大众服务, 这叫内财不失。 内财不失的功德又甚于外财。 今天在此的道场, 发心做义工的人很多, 这些做义工的都是属于内财不失。 在居士林诸位每天都看到他们的福报很大很大。 有许多老居士, 在餐厅里面帮助洗菜, 剪菜, 洗碗, 洗碟子, 他们做得那么认真, 那么负责任, 给你做得干干净净来供养大众, 内财不失。 他这一生好像虽然生活得很辛苦, 来生的福报不得了, 他这种福报绝对不是一生受福。 尤其是到这个地方来吃饭的这些人, 到居士林吃饭的人太多了, 假如这些吃饭的人将来真有几个往生去做佛, 你想想看他福报多大。 他供养佛。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以一波饭供养一尊僻之佛, 得九十亿节不受贫穷的果报, 他要是在这里供养, 这里面有几个人真正往生不退做佛, 他的得福报超过供养僻之佛, 对于这些事理通达明白的人看得出来, 一般人看不出来。 念佛堂里面, 特别是夜晚念佛, 你们每个星期三十六小时念佛, 这些义工也是不眠不休, 精神饱满在那里照顾大众, 晚上提供你们点心、饮料, 照顾得很周到, 这个修福修大了。 内财, 外财都供养, 自己来做义工, 来服务, 内财的不失, 他又带来很多吃的这些东西, 提供大家晚上受用, 外财不失, 内, 外都不失, 这是修福。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财不失福报比不上法不失, 法不失的功德太大太大了。 可是在佛门里面, 财, 法, 无畏三种不失是连在一起, 是分不开的, 是间人的不失这三个是分开的, 佛门这三个是合在一起的, 财里面有法, 法里面有无畏。 他供养大家, 不失给大家, 大家天天在这个地方言经, 思维, 念佛, 那是法, 所以他这个供养不失是对法的, 供养佛, 不失法, 所以他都具足了。 佛法的修学, 佛法的契入, 使人能够了生死, 脱三戒, 断烦恼, 成佛道, 这是大无畏的不失, 所以这个不失利益就大了, 无比的殊胜。 受福, 就是我们世间人讲享福, 这是一切众生都希望得到的, 哪个人不希望享福? 这些义工们, 他们把义工当作他的享福, 修福跟享福合在一起, 修福就是享福, 享福就是修福, 他这个福报绵延不断, 就不是一身了。 一身受福的人大多是前身修福, 这一身享福不肯再修福, 这种人多, 我们看到世间大富大贵之人, 这些人古大德所说的, 绝大多数都是前身在佛门修的福报, 可是今天他一享福他就不肯再修福, 不肯再修福, 他这个福报一身享受完就没有了。 福报大的, 可以享受到一身, 到他死还是有福报, 福报要是差一点的, 到老的时候就可怜, 福报想尽, 老的时候没人照顾, 苦不堪言, 那是什么? 那是福报薄的, 这些现象都摆在我们面前。 如果这一个人在一身当中没有病苦, 没有老苦, 证明他的福报修得很不错, 一身受福。 如果他死的时候, 死得瑞香很好, 那他就不止一身受福, 来生还享福, 他走得很安详, 走得很自在, 走得很明白, 一点都不迷惑, 断定他来生还是人天福报, 这个福报就不止一身。 如果十身, 百身, 千身, 必定是对社会, 对一切众生修大不失, 才能有这么大的福报。 古代我们看到帝王, 看到世家, 他能传好多代家道不衰, 祖先修的福报大, 所以子孙代代都享受不尽。 如果是百身, 千身的造福不失就更大了, 十身受福的, 我们看到古时候帝王, 历史里面所记载的世家, 可是百身, 千身就不一样, 在中国我们只看到孔老夫子, 真的是百身大福。 他做些什么不失? 教学, 真诚新教化众生, 孔老夫子传到现在七十多代, 他的后人还受到举世之人的尊敬, 尊敬他的祖先, 听说孔老夫子的后代, 人家都是另眼相看, 特别礼遇。 孔德成先生到美国, 接受美国的礼遇, 原因是美国人听说他是孔老夫子的后人, 这是百身受福。 在佛门里面诸佛菩萨他们所修的不失, 那是百身, 千身无量无边的大福报, 佛修的是什么? 佛也是不失, 法不失。 释迦牟尼佛是现成道之后, 四十九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 修法不失。 法不失里面有没有才? 有才, 但是没有外才, 是内才。 他需要精神, 需要体力, 耗费自己的精神体力, 内才不失, 所以他有才, 教导一切众生, 法不失, 令一切众生开悟, 破弥开悟, 离苦得乐, 是无谓不失。 像经上讲, 你开悟之后, 远离恐怖, 颠倒, 妄想, 这属于无谓不失。 一身诚心诚意专门做这桩事情, 他的的福报就是百身, 千身, 受大福利。 我们要懂得。 不失的对象, 佛经上讲福田, 不失是种福, 你要认识哪个是福田, 要找福田种福, 那你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 你永远享受不尽。 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 不要怕辛苦, 也不要怕我年岁大, 体力衰了, 想替社会做一点好事, 不行。 他就真不行, 为什么? 他自己心里想不行, 他当然就不行。 如果你觉得行, 你就不会衰老, 你觉得不行, 天天念老, 念病, 念体力衰, 佛法讲相随心转, 你当然就衰退了。 如果你有勇气真正觉悟, 我不老, 不病, 不衰, 跟一切众生结缘, 修大不失, 行。 不是不行, 一样做得很圆满, 就在你自己有没有觉悟, 肯不肯发心。 今天真实的福田, 第一等的福田, 无比殊胜的福田是什么。 我们天天在想的, 弥陀村, 念佛堂, 这是无上的福田, 因为是帮助一切众生成佛。 我晓得这个道理, 知道这个事实, 可是没有缘, 就是自己力做不到, 所以只有常常说说而已, 说了三十多年。 没有想到在此的遇到李牧原菩萨, 他听懂了, 他真干了, 他干了我有没有欢喜心? 没有。 为什么没有欢喜心? 在我想的是姑忘听之, 姑忘闻之, 是不是真能做得成很难说? 如果我欢喜, 他做不成, 我不就失望了吗? 所以我没有希望, 也就不会有失望, 你做成了, 很好。 你做不成了, 我原来就没有希望, 我们的心永远保持平静, 清静。 但是他认真努力做, 我们要帮助他, 也协助他, 希望促成。 所以我们先做试验, 在居士灵开各念佛堂做试验, 这个试验使我们产生了信心, 大家都产生了信心。 不通过这个试验, 你没有信心, 你就很难成就, 这个事就很难成就。 所以通过这个试验, 这个试验虽然时间不长, 我们念佛堂到现在还不到三个月, 这么短的时间, 把这边同修从上到下, 从居士灵这些懂事, 领导的人, 到天天来念佛, 甚至于来做义工的, 各个充满了信心, 这个不可思议, 这不是人力, 佛力加持。 所以我常说, 我说的话真话, 这个念佛堂有佛在里面念佛, 有菩萨在里面念佛, 护法善神那就太多太多了, 有人告诉我, 有人见到护法神都排队, 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每一个人踏进念佛堂, 他感受不一样, 气氛不相同, 外国人讲词场不一样, 进去之后生欢喜心, 进去之后生起信心。 譬如说念四十八小时, 二天二夜不眠不休, 有很多人说这体力不行, 结果进去之后他能撑得住, 二天二夜念下来自己有信心, 不错, 我还行。 这是佛力加持, 是自己善根, 福德, 因缘成熟, 弥陀经, 上所说,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身比国, 又得诸佛如来的加持, 这个我们要知道。 我们非常幸运, 从前修行的人多, 如法的道场多, 佛菩萨普遍去照顾, 现在没有, 只剩一个, 所有佛菩萨都加持一个人, 一个道场, 你说这个不可思议。 所以一定要自己发心, 要自己有信心, 如理如法的去做, 真正是佛家所讲的心想事成, 一切法从心想生, 只要你做的是真实利益。 我们的目的是求正法九柱世间, 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 我们就乐意做出牺牲奉献。 也有些同修对我很关心, 法师, 年岁这么大了, 每一天都讲经, 天天都不休息, 很累, 我非常感谢这些人关心, 他们劝我把讲经的时间减少, 每天讲一个半小时, 不要讲二个小时, 一个星期顶多讲五天, 休息二天, 好意, 我很感谢。 但是你要晓得, 如果我们讲经的时间减少半个小时, 这一部, 华严经, 恐怕要讲十五年, 我现在想十年未必能讲完, 那再减少半个小时, 恐怕会延长到二十年, 那还得了。 说起来是好听, 大家无量寿, 总希望这个经能早一天完成, 早一天圆满。 我现在每一天讲二个小时没有感觉到累, 讲得很欢喜, 所以在目前这个状况形, 可以维持, 不必减少时间。 世间谚语也常说, 人逢喜事精神爽, 讲经是喜事, 乐事, 不是苦事, 一般人认为好像在学校教书是苦事, 那可能是苦事, 可是讲经是乐事, 跟一般学校教学不一样, 非常快乐的一桩事情。 快乐的事情要把它减少了, 我想哪个人也不愿意, 苦事减少好, 快乐的事情不能减少。 这是说明福田, 真正的福田是利益众生。 在往年我劝人修福, 我都是劝人发心流通佛法, 流通佛法的方法是印经, 在过去只有印经不失, 印经不失是财, 法, 无谓三种都具足, 是好事情, 其次, 我常常劝大家照顾病苦, 一些病人, 生活很辛苦的人, 我们不失他, 不失医药, 救济贫苦, 第三桩我劝人放生, 放生是无谓不失。 这是我许许多多年来, 讲经说法奉劝诸位, 这是真正的福田, 决定没有过失, 没有弊病。 我没有劝人建道场, 建道场未必是真正的福田, 如果这个道场不是修学, 弘扬正法, 那这个福田是假的不是真的, 我们种这个福种错了。 正法的道场不容易遇到, 很难很难遇到, 真正是可遇不可求, 遇到正法道场我们要极力去修不失供养, 不失供养一定要如法。 礼居是最近找到这块的, 我们要建, 弥陀村。 他来问我, 要不要建宫殿式的。 我就告诉他, 不必, 宫殿式的建筑花钱太多, 未必能适用。 我说, 我们建现代化的建筑, 摆脱妙语的形象, 我们提倡佛教教育, 所以采取现代化的建筑。 他们昨天把图样拿来给我看, 念佛堂是原型的, 顶上还有一尊佛像, 我给他讲佛像不要, 不要把佛放在那里晒太阳, 淋雨, 不恭敬, 那个佛像应该取消, 做现代化建筑, 省钱, 适用这才重要。 主要的就是要成就大家念佛的功夫, 希望人到这里来念佛能得功夫成片, 能得一心不乱, 的功夫成片就决定往生, 这才叫真正的福田, 真实的福田。 他学校的部分我们接收过来, 稍微装修一下可以办佛学院, 解形相应, 这很重要。 念佛的人每一天要听经, 不听经念上三天就懈怠了, 听经是天天劝他, 天天给他打气, 我们在那里看着不能让他退转, 每一天讲经就是为这桩事情, 帮助他勇猛精进。 这是真实的福田, 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一分钱不可以浪费, 才能成就施主一片不失的心意, 不可以糟蹋, 佛家常讲, 地狱门前僧道多, 谁堕地狱? 出家人堕地狱? 为什么堕地狱? 不知道节俭, 不知道公敬, 浪费施主的才施, 这里面就造很多罪业, 你自己修持有什么功夫? 你有没有的一心? 有没有功夫成片? 如果没有, 没有的话, 换句话说, 西方极乐世界你还在那答问号, 你未必能去得了, 你要去不了, 你这些受用, 这就是佛门常讲, 施主一粒米, 带如须弥山, 今生不了道, 披毛带脚孩。 所以一定要懂得节俭, 要懂得修福, 要懂得习福, 能省一定要省, 该用一定要用, 该用绝不吝啬。 现在布施, 法布施除了印经之外, 多了, 范围比从前广。 我们现在有录音带, 有录像带, 有CD, 甚至于现在我们还利用卫星电视, 利用网际网路, 这些都是属于布施。 许许多多同修从事这个工作, 是以内财, 外财来修真实布施的功德, 现在我们的范围比从前广大多了。 昨天晚上同修来告诉我, 我们现在在此的做CD, 量做得很大, 全世界各个地区都向我们要, 我们请别的厂商来替我们做, 价钱算得很便宜, 一片一块五。 他来跟我说, 如果我们自己要设厂, 自己来生产, 一片成本只要五毛钱, 换句话说, 我们过去送人家一片, 现在我们可以送人三片。 我说这个事情好, 我赞成, 等理居士回来, 我们研究自己设厂来生产。 这样修福那就是百身, 千身受大福利, 只有真正明了佛里的人, 明了事实真相的人, 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修福, 怎样才得大福利。 此的说讲, 大福利, 不是人天的福利, 人天福利不大, 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 做菩萨, 那个福利就大了。 六道众生的福利, 你们念过, 无量寿经, 六道众生福利最大的是大梵天王, 大梵天王要跟西方极乐世界, 凡胜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 做一个比较, 差很远,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福好比大梵天王, 而大梵天王的福好比我们人间贫穷之人, 不能比, 这才叫真正是大福利。 我们肯帮助别人成佛, 我们自己成佛就决定有把握, 真正帮助别人成佛, 一定要给大家做好的增上缘, 我们知道这些念佛人, 他们有善根, 有福德, 缺少因缘, 纵有善根, 福德, 没有因缘, 这一生还是不能成就。 他在家里念佛, 他在其他道场念佛, 他有干扰, 他心定不下来, 我们常常听同修说, 在家里念佛, 家里头儿孙常常来找麻烦, 朋友常常打电话来干扰, 心定不下来。 我们有这个念佛堂, 进去之后念佛堂里头没有电话, 不装电话, 疗房里面统统没有电话, 你的心就定了, 没有人来找你, 不受干扰。 这是我们提供他修学的因缘, 提供他修学的环境。 礼居是有胆量, 我很佩服他, 将来住在弥陀村里面, 人一分钱不收, 什么条件。 肯念佛, 就这么一个条件, 男女老少都行, 只要肯念佛, 你就能住在这个地方, 弥陀村供养你一辈子, 一直送你往生。 今天全世界多少政府做这些福利事业, 跟弥陀村都比不少。 外国这些老人院, 退休村虽然办得不错, 还有很多限制, 申请手续还很麻烦。 我们将来弥陀村申请手续只有一条, 你肯念佛, 你就可以进来, 外国地区的人, 只要取得新加坡合法的居留, 就养你一辈子, 你什么都不要操心, 衣食住行都供养。 礼居是要设计制服, 到弥陀村就要换弥陀村的衣服, 你以前的衣服都不要了, 生活当中似是供养统统照顾到, 这是大不失。 钱从哪里来? 还不晓得, 还不知道。 礼居是有信心, 我们没有福报, 阿弥陀佛有福报, 我们替阿弥陀佛工作, 阿弥陀佛当然照顾, 信心从这里建立的。 佛有福报, 我们是替阿弥陀佛服务, 后台老板是阿弥陀佛, 所以怕什么? 放心去做, 全心全力去做, 决定能做的成功, 决定能做的圆满。 特别是居士灵最近这一段时期, 我们看到越布施越多, 不是说布施就减少, 布施就缺乏了, 不是越施越多, 给我们带来无比的信心。 所以福田一定要认识清楚, 哪是真实的福田, 哪一种福田决定得到诸佛菩萨护念, 龙天善神保佑。 现在这个道场礼居士跟我也讲得很清楚, 我们给世间做一个示范的道场, 做一个模范。 做成功之后, 希望各地方的人到这边来参学, 所以此地欢迎全世界各个地方念佛人都到这边来念佛, 一般到这边来新加坡海关会给你一个月到三个月, 的时间, 你就可以住在这里念一个时期的佛, 把这个地方的经验, 把这个地方的做法带回去。 希望将来在全世界各个地区都有这种念佛堂, 都有这样的弥陀村建立, 确实可以为社会, 为世间, 为一切众生消除灾难, 带来的是安定, 和平, 兴旺。 所以这个不失, 这种修福真正是百生, 千生受大福利, 我们非常幸运遇到这个缘, 我们修一点随喜功德, 不要看清这一点随喜功德, 这一点随喜功德不可思议。 我们能珍惜这个缘, 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空过, 这一生过得有意义, 有价值。 佛学院要改组, 要招生, 要扩大, 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因为将来其他地区在要建这种弥陀村, 我们人手不够, 一定要培养许许多多的人才, 帮助各个地区来建弥陀村, 推动静宗的红传。 所以底下招生, 李居士跟我商量就不限于中国, 全世界各个地区在家, 出家我们都收。 居士主持政法到场的很多, 在此的居士邻居士主持的, 这个地方进宗学会也是居士主持的, 过去我亲近礼禀南老居士, 台中佛教联社, 台中慈光图书馆, 都是居士主持的, 所以我们不要有分别心, 万万不可以出家人比在家人就高一等, 错了, 高,要看你修行的功夫高低, 不在形象, 这一点我们要明了。 这个事情民国初年欧阳静吴大师在支那内学院院训里面, 就有很长一篇篇幅开导这桩事情, 往往出家人自尊自大最后堕落, 造作许多罪业, 在家人处处谦虚反而能往生净土不退成佛, 很值得我们警惕的。 欧阳大师特别强调一句话, 佛法是师道, 他提出, 佛教不是宗教, 不是哲学, 而为今世所必须, 他说佛法是师道, 师道里面老师第一大, 特别提倡尊师重道。 老师有在家的, 在家人他是我老师, 我跟他学的, 老师第一大, 决定不能说我是出家身份, 他是在家身份, 我应该比他大, 那错了。 在家居士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也称他做和尚, 和尚是范语, 意思是清教师, 我的法是他传给我的, 是他教导我的, 这个人是我的清教师, 清教师称和尚, 和尚不分男女老少, 不分在家出家。 阿舍离是老师身份, 他的言行可以做我的榜样, 我应当向他学习, 所以阿舍离也不分在家, 出家。 现在许多密宗上师阿舍离在家人, 黄念祖居士就是密宗的阿舍离, 出家人跟他修学, 也要顶礼三拜又绕三扎。 佛陀当年在世, 为魔居士在家的, 设立符, 目间连见为魔居士, 行礼跟见世尊没有两样, 也是顶礼三拜又绕三扎, 行师身之礼, 没有把他看作是在家人。 这个观念我们必须要把他扭转过来, 佛法当中老师第一大, 如果是居士, 甚至于在家女居士, 他讲经说法, 他来教学, 我们也要把他看作佛陀一样, 不可以有丝毫分别心, 不可以有轻慢心, 我们才能得到成就。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的藏菩萨本愿经, 第三十六卷, 新加坡静宗学会录影是当明, 十四年十二月三日六。 请先开经本, 科著, 卷下第三面, 请看经文。 二十佛告的藏菩萨, 无精于刀立天功, 一切众会, 说言福提不失, 较量功德轻重。 辱当地听, 无谓辱说。 的藏菩萨在前面向世尊请教, 六道众生修福, 修福不一样, 果报也不相同, 请教世尊把这个事实真相为我们说出, 这一段经文是世尊叙说。 经文, 耳时, 旧世的藏菩萨请教这一桩事情的时候。 世尊告诉的藏菩萨, 无, 是世尊自称, 今天在刀立天功, 在一切众会之中, 一切众会, 包括十法界的大众, 这一回无比的殊胜稀有。 我们在续品里面看过,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诸大菩萨, 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九法界的众生, 所以这一回实际上跟华言海会无二无别, 只不过这一回是假刀立天功而开的, 其实已经突破了时空。 我们看到尽虚空, 辩法界六道众生参与这个法会, 也跟华言经上情况是相同, 都是诸佛菩萨硬化在六道, 硬化在二道, 以这些鬼王的身份出现在大会当中, 所以一切会众无比的稀有。 说言福提不失, 较量功德轻重, 这就是允许的藏菩萨的请求, 说说, 言福提, 就是我们地球, 地球上这些人修福的报的轻重。 末后这两句特别嘱咐的藏菩萨, 实际上是嘱咐我们大众, 如当地听, 地听, 是仔细地听, 无谓如说, 下面这事是尊要为我们说法。 请看经文, 的藏白佛言, 我一事是, 愿乐欲闻。 实在讲的藏菩萨完全是代表我们, 我对这个事情很疑惑, 非常欢喜希求世尊, 为我们说这个事实真相。 清廉法师在柱姐里面给我们说了几句话, 这几句话都是现实生活的状况, 我们把柱子念一遍, 言福提人能行不失者, 必报身天上。 真正修不失, 如理如法的不失, 不失是福, 修福, 福报大他到天上去享福。 所以世尊在天宫说不失功德轻重, 为什么不在人间说, 在天上说? 这是把这个意思给我们点出来。 说, 当地听者, 夫不失之业, 乃众行之缘, 这两句话是刚, 总说, 且财物无常, 武家争夺。 烦于令习, 迷有舍心, 这是讲世间人的状况, 现前社会更是如是, 不择一切手段夺取财物, 这造罪业。 遂使妻儿角目, 这是家庭不合, 兄弟戏强。 眷属乖离, 亲朋隔绝, 这都是说出我们现实社会的状况。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现在这个状况太平常, 太多了, 在中国, 在外国, 几乎我们六根接触的全是这个境界, 我们要了解这个业因果报, 那就要仔细听世尊在下面的开示。 请看经文。 佛告的藏菩萨, 南岩福提, 有诸国王, 宰府大臣, 大长者, 大沙利, 大婆罗门等。 这些人都是在社会上有地位, 有财富, 能不失的人。 若遇罪下贫穷, 乃至龙残阴亚, 龙痴无目, 如是种种不玩具者。 这是所不失的对象。 佛法里面称之福田, 福田有三类, 这一类是, 悲田, 是世间最可怜的。 这些人过去身中没有修复, 虽得人生, 生活非常困苦, 我们有力量的人看到这些众生, 应当以大慈悲心, 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们。 夜阴果报, 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也略略地提了一些, 他末后的一句引经所说, 要观前世音, 今生受者是, 要之后是果, 今生做者是。 你们看看注解里头是不是后是果, 把他改过来, 要观前世音, 今生受者是。 要之后是果, 今生做者是, 这里是一个错字, 把他改过来。 福报如影响, 不可不知也。 种福德福是如影随形, 应当要明白这个道理。 下面是世尊教给我们, 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修布施。 世大国王等。 等, 前面所说的宰府大臣, 长者, 沙利, 婆罗门等, 就是说在社会有地位, 有财富, 有能力, 应当要修布施。 佛在经里面常说, 有福报应当与一切众生共享, 这个福报就大了, 这种福报永远享受不尽。 如果贪财千令只供几个人享受, 纵然你的福报很大, 你这一身受用完了之后, 来生就没福了。 没有福报那他到哪里去? 这我们很清楚, 很明白, 如果不是道恶道去, 在人间也是贫穷, 诸根不玩具者, 也会堕落在这一个阶层。 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事实真相, 应当要修复。 富贵人能够修复, 贫贱人也能修复, 而且将来的的果报也是平等的, 只要尽心尽力修复都是圆满的。 这说是大国王等, 欲不施时, 行不施的时候, 实在讲不施是一切时, 一切处, 不可以间断, 要紧的是你用什么样的心去帮助别人。 若能具大慈悲, 下心含笑, 亲手便不施, 或使人施, 软言未欲。 这个不施是最殊胜的, 真正慈悲心。 大慈悲, 是平等心, 清静心,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对一切众生同样的一个爱心, 这叫大慈悲。 下心, 是谦虚, 对人尊重, 没有一丝毫傲慢的习气, 更不可能有傲慢的态度。 下心含笑, 亲手便不施, 这个事情亲手去做。 如果在姻缘不足的时候, 自己没有办法亲自到那个地方行不施, 那就得要派人, 派代表, 派人去也要教他不施的心态, 软言未欲, 和言爱语, 安慰接受不施的这些人。 他们都生活在困难当中, 要对他有安慰。 是国王等所获福利, 如布施百恒和沙佛功德之力。 大家都晓得布施供养佛的功德最大, 人人都喜欢供养佛, 而疏忽了对这些贫穷之人, 下面所说的今天所讲的社会残障之人, 对他们的不施你所获得的福报, 跟不施诸佛如来没有两样。 我们对诸佛如来不施是极其虔诚恭敬, 要以这种心态来对这些贫贱人不施, 那个福报就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是平等心, 你的的福是平等福, 真的是尽随心转。 所以诸位要想真正学佛, 要想在这一生当中真正做佛, 不是做不到, 佛在经上教给我们是真话不是假的, 决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是自己的过去父母, 未来诸佛。 众生明明有富贵的, 我们知道他前身修复, 是我们过去父母, 众生当中有贫贱的, 我们也明白过去身中没修复, 也是我们过去父母, 我们以同样真诚, 清静, 平等心来孝顺, 不施供养是孝养父母, 是奉是诸佛。 所以佛给我们讲, 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什么关系? 过去身中父母, 未来诸佛如来。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心, 去看一切人, 看一切众生, 你成佛的时间缩短, 大幅度的缩短。 你要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 换句话说, 你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做佛? 是你看清了众生, 自己一副供高我慢的态度, 把自己这一生往生不退成佛的机会错过, 不是诸佛菩萨不帮助你, 是你当面把机会错过, 这是值得我们反省, 值得我们减点。 如果在这些事情真正觉悟, 明白了, 我们菩萨道真的是一帆丰顺, 哪里会有障碍? 任何一个人只要具备这样的态度, 不是说把一切众生当作, 自己过去父母, 未来诸佛, 当作, 你的心地还不清净, 换句话说, 你仔细去想想, 你还有一分傲慢心没断掉, 必须要了解这事实真相, 他确确实实是过去父母, 不是当作, 确确实实是未来诸佛。 佛讲的话哪里会有错误, 我们没有看到, 佛看到事实真相, 我们过去身中, 过去还有过去世, 过去无始, 无量无边节来跟这个众生有亲属关系。 亲属关系何以处不好? 多半是令财, 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 心里面看到这些财物起贪甜吃慢, 造作许许多多的恶业, 受眼前这些果报。 今天我们有幸遇到佛法, 遇到大臣, 佛将这些事实真相, 给我们说清楚, 说明白, 我们觉悟, 觉悟之后, 我们心里产生极大的变化。 我们今天提倡见弥陀村, 欢迎同修到这地方来共修, 弥陀村从上到下所有服务的人员, 看待这些同修就是父母, 就是尊长, 就是诸佛如来, 我们以真诚孝顺的心来供养大众, 福报正如此的经上所说, 如不失百恒和沙佛功德之力, 机缘难得, 稀有难逢。 我们这一生当中, 居然能在新加坡这个地方遇到, 多么幸运。 越想这个事情越难得, 越想越不可思议。 真正明了。 真正觉悟, 自然就全心全力奉献这衣装大业, 这个大业就是供养父母, 供养诸佛。 请看下面经文。 何以故? 世尊为我们解释这个道理。 元氏国王等, 于是最凭见被, 及不玩具者, 发大慈心。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因为修不失的人他发的是大慈悲心, 大慈悲心跟佛的心相同。 佛家讲慈悲略说有四种, 世间人只有, 爱缘慈悲, 他爱你对你就慈悲, 不爱你他对你就没有慈悲心, 慈悲是关怀爱护, 全心全力的帮助你, 他不爱你这就没有了。 世间有智慧的人, 有大福德的人, 他有, 众生缘慈悲, 他懂得爱自己也爱家人, 爱家人他也爱国家, 也爱民族, 乃至于爱护世界一切众生, 这个人心量就大了。 有大心良的人, 大多数在社会都是属于领导阶层的人物, 他有大的爱心, 他不失供养服务的层面广。 到菩萨, 菩萨觉悟了, 菩萨的慈悲心称为, 法缘慈悲, 像我们刚才说, 我们把一切众生当作是自己过去父母, 未来诸佛, 这个样子修孝敬, 修供养属于法缘慈悲, 法缘还是有条件的。 如来果地上大慈悲心没有条件的, 决定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完全是自自然然的, 佛法里面讲, 法而如是, 这才叫做大慈悲, 那个福报无量无边, 绝对不是众生缘, 法缘能够比较的。 这个人发的心是大慈悲心, 跟佛是一样。 我们今天要学佛, 要修大福报, 你要懂得这个道理, 你要明白这个事实, 我们能做。 有钱, 有财富的人不失, 他们不失得多, 我们没有财富, 没有能力, 我一个月只赚两千块钱, 我能把两千块钱统统不失掉, 我的功德是圆满的。 人家一个月赚几十万, 赚几百万, 他不失个几万, 他的功德不圆满, 为什么? 是他力量里面的几分之几。 我福报小的全部都拿出来, 这个比例我的不失公养是百分之百, 心是百分之百, 事也是百分之百, 得的果报就是百分之百, 佛法这才叫平等法。 绝对不是有势力, 有财富的人才能修不失, 贫穷人就不能修不失, 那这样一来贫穷不是生生世世都贫穷, 富贵不是生生世世都富贵, 哪有这种道理? 因此, 我们真正明了佛在经上讲, 往往凭贱之人来生世大富大贵, 这一生大富大贵的人, 到来生他的富贵降等降低了, 为什么? 享受富贵的时候不失很难做到圆满, 道理在此的, 这才叫天道公平, 凭贱之人能够修大福报。 佛在经上也曾经给我们举例说, 好像他这个地方, 没有举这个故事, 在小陈经上讲过。 一个要犯的人, 这是凭贱到极处, 人家给他一文钱, 这很少。 这个要犯的正好遇到佛在托波, 想到自己身世非常凄惨, 过去身中没修福报, 看到佛在托波, 就把这一文钱公公敬敬供养佛陀。 这个要犯的是个女人, 七天之后她死了, 因为种的这个福, 她投身在大富长者之家就享福, 长大成人之后她做了皇后。 一文钱不施佛的供养的这么大的福报, 这是在一般人讲很难相信, 为什么的这么大的福报。 她发的是大慈心, 真诚恭敬心, 福是从这里生的, 不是在一文钱, 一文钱指什么, 在她的心。 国王财富多, 不失人民, 养育人民, 教导人民, 如果要不是以大慈悲心谦虚悲下, 她的福报就修得不完全, 这一生做国王, 来生就做大臣, 再过一生官就越做越小, 越往下去了。 虽然在财富上不失的是多, 心不清净, 心不够慈悲, 所以从大慈悲降到法缘慈悲, 众生缘慈悲, 爱缘慈悲, 那就是一世不如一世。 佛在经论里头把这个道理跟我们说的很多, 说的很详细,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要记住一切时, 一切处, 处世待人皆悟, 记住佛给我们讲的话是真的, 所以要以谦虚恭敬对待一切人, 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人。 帮助一切人, 帮助自己的父母, 帮助诸佛如来, 你说我们这个心多欢喜, 多快乐。 果报的福利的大小全在你的用心, 不在乎你不失之物有多少, 在乎你的心。 下面这是讲果报, 事故福利, 他所得的福, 他所得的利益, 有如此报。 这就是前面的比喻, 他的果报等于不失一百个恒河杀树那么多的诸佛如来。 由此可知, 我们要想不失一百恒河杀诸佛如来, 哪有这种机会, 你怎么可能修这个福? 可是有等同的, 你能够以大慈悲心, 就是佛讲, 却确实实是过去父母, 未来诸佛, 贫穷下见你以这种真诚恭敬心去不失供养, 你就得福, 等同不失, 恒河杀很细像面粉一样, 恒河比我们中国长江还要长, 你想想那个里头杀多少? 佛讲到数量多通常都用恒河杀树来比喻, 一条恒河杀树就不得了, 一百条恒河杀树没法子说了。 前面佛在故事里头跟我们讲, 一个贫女要犯的, 一文钱真诚恭敬供养佛, 来生的皇后的果报。 你能够供养不失一百恒河杀树诸佛如来, 那你这个果报, 你的福报多大, 没法子说。 佛说这些话, 实在讲绝对不是一个善巧方便, 叫我们去照顾贫贱之人, 照顾贫苦的老人, 不是这个意思。 佛讲的是真话, 实话, 一点都不假, 事实确实是这个样子。 我们凡夫迷失了自信, 看不到宇宙人生的真相, 所以在我们周边到处都是福田, 我们不知道种福反而去造罪业, 这就是佛经里面常讲, 可怜悯者, 福田就在你周边, 你不晓得种福, 你还在造业, 你说多可怜。 什么叫菩萨行? 懂得修福的人都是菩萨, 懂得不失供养的人, 这个人就是菩萨。 我们在生活是不失供养, 我们的工作也是不失供养, 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 我这个行业, 我这一个工作, 是为社会大众服务, 是为一切众生服务, 你只要有这么一个心态, 是不失供养。 我这个行业是为了我赚钱, 是为我家庭, 为我儿孙着想, 你把这个福田就当念错过。 同样做一桩事情, 就是一念之差, 一念自私就是凡夫就造业, 一念为众生, 为社会, 那就是菩萨, 那就是佛, 一念之间。 念头转过来超凡入圣, 你所得的福利无量无边, 如同诸佛如来果地上一样。 我们在, 华言, 里面看到毗卢遮那佛, 在, 无量寿经, 里面看到阿弥陀佛, 他们所得到的福利我们也能得到, 他们会修, 我们如果知道这些事实真相, 我们也会修, 福利等同诸佛如来。 百千身中, 长得七宝具足, 何况一时受用。 这个福报不是一生一世, 深深事事永远想不尽, 就看你那个念头能不能转过来。 人有福报智慧也开了, 所谓是, 福至心灵, 福报现前, 心思也灵敏了, 智慧就现前。 佛教给我们福慧双修, 实在讲会就是觉悟, 就是明白, 福是行事, 这一下明白了, 了解事实真相, 会就开了。 知道为一切众生是对的, 是应当要做的, 为自己是错的, 是不应当做的, 你智慧开了。 从今而后起心动念, 念念为众生, 为社会, 为人民, 不会再有意丝毫的私心, 这是你智慧开了。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从早到晚, 从年一到三十, 无意不是奉献, 无意不是不失公养, 你这个福报多大。 清廉法师助解诸为自己去看, 他助得很好, 引经据典。 请看下面经文。 赴赐的藏, 若未来是, 有诸国王, 治婆罗门等。 这也是先说能不失的人。 欲佛塔寺, 或佛形象, 乃至菩萨, 身文, 辟知佛像。 公自淫办, 供养不失。 前面这是讲不失贫困, 这是悲甜。 第二段讲不失塔寺, 圣像, 这是净甜。 先说能不失的人, 举个例子, 实在讲作这些, 修这些福, 也是人人都有分, 只要有真诚恭敬的心来修不失, 果报也如经中所说。 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 今天我们造塔, 我们建似, 我们塑造佛的形象, 将来的的果报会不会跟经上所讲的一样? 当然是一样, 但是不失的原要统统具足才一样, 如果原不具足, 经上所讲的福报你得不到。 前面所讲的那么大的福报, 是以佛的慈悲心来修, 容易得到。 今天不失佛的塔寺, 不失佛的道场, 你首先要去观察, 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有道。 见道场我曾经跟诸位同修说过, 自古以来不是说见了道场, 到处去找修行人, 不是的, 那是攀缘, 不能得福。 应当怎么修, 看到有真正修道的人, 你才给他建道场, 这个福报就大了。 以你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 去成就他, 这是真实的福报。 在今天我们确实看到, 有一些道场并不如法, 不如法的道场几乎处处都有, 道场见的富丽堂皇, 里面不是半道, 是几个人住在里面享福, 住在里面造业, 那我们这样不失供养是帮助他造业, 你还会有福吗? 他造业是你帮助他造业, 他堕落你野兽牵连要受累, 到那个时候你再毁谤三宝, 地藏经, 上明明讲, 布施塔四, 塑造形象得福, 我今天的恶报, 佛讲的话不灵, 你于是放佛, 放法, 放僧, 加重罪业, 堕阿比地狱, 佛没讲错, 你错会了一丝, 这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 前面布施贫穷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布施塔四有问题, 要有真正的修道人, 怎样去布施供养? 如理如法, 这个地方两, 三个人修行, 给他盖个小茅棚就可以, 人少不需要那么大的场地, 换句话说, 道场的大小, 形式, 要适合他现前半道之用, 这就如法, 如理如法, 如果超过, 他这个地方只有几个人修行, 建个很大的道场, 那就有罪过, 为什么? 那么大道场, 如果里面只住五, 六个人, 天天打扫环境的时间都不够, 你不就把人类死了, 他还有什么时间修行? 我们见过很大的道场, 庄严的道场, 问他里面住多少人? 五, 六个人, 整理环境怎么办法? 许多殿堂门封起来, 没有时间打扫, 只有一年做个几次法会的时候打开, 找一些信徒帮忙, 平常没用处, 这就是很不如法, 所以在现前这个时代, 这个阶段, 佛门里面修福, 哪一桩事情最重要? 培养红法人才, 过去能够不失塔寺, 供养佛像有大福报, 是因为社会大众对佛法都认识, 都明了, 都有恭敬心, 福报才大, 在佛门里面修福, 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 古时候佛法普遍的能够宣扬, 能够推广, 社会大众对佛法都有认识, 都知道尊敬, 这种尊敬超过对世间一切人, 实在讲信徒们对佛菩萨的尊敬超过父母, 超过尊长, 原因是因为古代帝王提倡, 帝王认真的学习, 佛菩萨是帝王师, 人民对帝王尊敬, 帝王的老师那当然是更尊敬, 能有这分尽心这就得福, 把尊敬佛菩萨的心转变为尊敬社会大众, 尊敬一切众生, 这就是向佛菩萨学习, 所以修这个福福报就大了, 现代佛法衰了, 特别是最近两百年来, 佛陀教育已经轮落到宗教, 社会大众对佛法的看法是迷信, 看到寺庙是迷宫, 看到佛菩萨形象是偶像, 换句话说, 毫无恭敬心, 不但没有恭敬心, 还帮助他造业, 由此可知, 今天见塔寺, 造佛像, 社会大众认为你提倡迷信, 哪里能修福? 必须社会大众都明白佛法是什么, 都能够体会到佛法对于我们是有好处的, 然后你不施塔寺, 塑造佛像, 那就有功德了, 这一桩是请你能不能得福, 看社会大众的反应, 看社会大众的认知, 大家想想有没有道理, 所以真正要能够修福, 必须要唤醒社会大众, 建塔, 塔里面是藏佛设立, 这是纪念, 念念不忘佛祖的恩德, 叫人知恩报恩, 是这个意思, 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 似是办事的机构, 办事的场所, 办什么事? 办佛陀教学, 佛陀教育, 这个场所, 如果这个场所不是办佛陀教育, 不是办佛陀教学, 那就不能称为佛寺, 塑造佛菩萨的形象两个意思, 一个是反本报史, 一个是见贤思奇, 见到菩萨像, 见到观音菩萨, 立刻就想到我对于一切众生要大慈大悲, 我要学观音, 要效法观音, 凡事见到观音菩萨像, 能不能生起这个念头? 能生起这个念头, 你造像福报就大, 不能生起这个念头, 你造像的福报就小, 见到的藏菩萨的形象, 立刻就要想到孝顺父母, 奉事师长, 就要想到这一部,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的教训, 用这个形象提醒我们, 如果不晓得这个意思, 见到的藏菩萨神像, 到那里去烧香, 去布施供养, 求佛菩萨保佑升官发财, 错了,迷信, 完全错了, 你怎么会得福? 由此可知, 佛门里面修佛一定对佛法真正了解, 真正明白, 谁为社会大众去做解释的工作? 这就要一些真正明白的出家, 再加这些大德, 在社会上讲经说法, 把这些道理, 事实真相, 讲清楚, 讲明白, 让社会大众不至于误解, 不至于曲解, 而后你布施供养才有福, 这是在现前我们必须要说清楚, 说明白, 不可以误会。 佛法里头决定没有迷信, 但是现在这个形象确实是充满了迷信。 由此可知, 真正觉悟明白人, 他的想法看法跟一般人就不一样, 他所作所为对社会, 对人民, 对大众, 决定是真实的利益。 佛法是教育, 佛法是教学, 叫人断恶修缮, 叫人破迷开悟, 佛法教学的结果是帮助人里苦得乐, 这是世间最好的教育。 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 跟中国固有的传统结合成一起, 变成中国的文化, 我们今天讲大成佛法已经不是印度的, 跟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融合成一体, 已经不能够分割, 真正是水乳交融。 今天在全世界讲佛法是中国的佛法, 不是印度的佛法, 印度佛法早就没有, 佛法完全移居到中国。 释迦牟尼佛他的后人, 他这一个族在公元十四季的时候, 回教徒征服印度, 他们逃难移民移到西藏, 以后定居在后藏, 没有再回去了。 十一世纪移民到中国来, 在中国已经住了一千年, 一千年当然算是中国人, 怎么能再算是印度人? 我们现在在外国住上一、二十年, 外国人承认是他们的公民, 是家族到中国来已经住了一千年, 我们还不把他看作中国人吗? 所以说全部移民到中国来。 今天讲佛法, 中国的佛法, 中国的大臣, 现在印度佛法慢慢才开始复兴, 从中国再传回去, 印度人将来学佛法是中国的佛法, 我们要明白这一个事实。 大臣佛法可以拯救这个世界, 可以帮助二十一世纪全人类得到幸福和平, 繁荣兴旺。 所以我们要拓开心量, 照顾自己, 也要照顾别人, 自他不二, 才能够得到整个世界永久的和平安定, 如果我们有私心, 有偏见, 那就没有办法做到。 真正要做到爱人如己, 爱这个世界如同自己的家一样, 才能真正达到全世界的和平, 繁荣兴旺。 底下讲这事不失, 特别要注意到, 决定不能够迷信。 再看下面这段经文。 是国王等, 当得三劫位帝士生, 受圣妙月。 这是讲他不失所得的国报。 三劫, 是三小劫, 也就难得, 这福报就太大了。 三劫位帝士生, 我们中国人讲玉皇大帝, 他到刀利天去做天王。 所以有许多人读了这段经文猛猛懂懂, 到处去见塔, 见寺, 去见佛像, 求着来生到刀利天去做天王, 能不能做到? 那要打很多问号。 大家细细想想我刚才说的这一段话, 今天在佛法里面修福, 提倡佛陀教育, 这才是真正修福, 真正有这些热心的人士从事于这个工作, 我们帮助他建立弘扬佛法的道场。 我们要真正认识, 从事迦牧尼佛本身以及他的弟子, 包括我们现在出家, 在家的这些佛门弟子, 尤其是出家人, 他到底是个什么身份, 我们要给他定位, 要给他肯定, 他们所做是社会教育的工作者, 这是他们的身份, 他们从事的是社会教育。 而且更难得的他们是一个义务教育, 讲经说法就是授课, 一般学校里面上课还有终点费, 有工资可拿, 佛弟子这些出家人, 在外面讲经说法为大家授课, 没有工资, 没有终点费, 义无所求, 所以是个社会教育, 义务社会教育工作者。 我们如果用这种眼光来看待, 你就会对于这一些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 真正升起尊敬之心, 为什么? 别人办不到, 这在一般讲他们是真正牺牲奉献。 学的时候很辛苦, 自己学成之后对社会服务也很辛苦, 一生当中永远过着辛苦的生活, 为社会大众做个榜样, 做个好样子, 帮助人觉悟。 当然佛门里面也是龙蛇混杂, 有真正发心好的出家人, 佛的好学生, 也有一些假借着佛门招摇撞骗, 欺骗信徒, 贪图供养, 有, 不是没有。 我们修福的人要有慧眼, 要看得清楚, 如果遇到贪图供养, 欺骗众生这一些不肖的出家人, 我们也不必去责备, 我们不供养他就是, 不帮助他造业, 这就很好。 希望他能够回头是岸, 人哪有没有过失的, 古人常讲,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 所以我们供养人要劝导他, 提醒他, 希望他回头。 他能回头, 能够修福, 能够以自己的智慧身体, 真正从事义务的社会教学工作, 这就是大不失, 整个身心奉献给社会, 奉献给人民, 奉献给众生。 我在北京看到有很大的招牌, 上面是毛主席写的, 为人民服务, 佛教就是为人民服务, 为一切众生服务, 决定没有一丝毫私心, 决定没有一丝毫求报仇的这种心愿, 这叫佛菩萨, 如果在服务里面有占有, 贪图享受, 那就是凡夫, 那就不叫佛菩萨。 希望我们学佛的人, 对于佛经的义趣, 经上常讲, 身解义趣, 你解的浅还不够, 身解。 佛经上讲的果报正是一点都不假, 得的果报, 譬如说你三解做天王, 就以天王的身在行不失, 佛家讲, 舍得, 你的的果报也要把它舍掉。 怎么舍法? 福报与一切众生共享, 不是自己独享, 与一切众生共享, 这个福报深深适事永远想不尽。 在看底下这一段经文, 若能以此不失福利, 回向法界, 是大国王等, 于时节中, 常为大犯天王。 不失的事同样, 并没有增加, 还是不失这么多, 心要不一样福报就不一样, 不失的福随着自己心量在产生变化, 能把这一些不失的福, 自己不要, 自己不享受, 愿意把自己不失的福报, 修行的福报, 给尽虚空, 便法借一切众生去享受, 自己完全舍弃掉, 是不是你的福报真的就没有。 不是的, 更大。 前面是三小节, 这是十大节, 常为大犯天王, 你这个福报怎么会舍掉? 舍不掉, 越舍越多, 越失福越大。 这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 真正明了事实真相, 他才愿意做, 欢喜做, 决定没有吝啬, 全心全力在做, 一丝毫保留都没有, 他懂得道理, 了解事实真相, 知道这个做法才是应当的, 才是该做的。 在这一节里面, 青莲法师的注解注得很多, 注得很详细, 说明为什么要回向, 诸位自己能看得懂, 我们就不多说了。 再接着看下面的经文, 赴次的藏, 若未来世, 有诸国王, 治婆罗门等, 这一句都是讲能不失的人, 等, 包括我们大家都在里面, 欲先佛塔庙, 获至金像, 毁坏破落, 乃能发心修补, 这段是交给我们修补救的寺庙, 塔像, 功德超过新建, 这个道理在哪里? 理甚深圣广, 在我们现在讲, 旧道场有他历史的根源, 有他文化的背景。 他这里面说了三个意思, 第一个, 人圣, 过去有很多人在这里修行正果, 我们走进这个道场, 真的自自然然就起见贤私奇念头, 升起这个心, 这个力量很大很大。 像我们今天如果到庐山看东陵寺, 立刻就想到当年会远大师在这里念佛, 在这里成就, 尊敬的心, 效法的心立刻就升起来, 新建道场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这是修救的功德超过新建。 第二个, 令他起信, 这个道场源源流长, 自古至今代代不绝, 因为新道场建立, 别人到那个地方去参访, 信心总不如就道场的信心坚固。 第三个, 报恩, 报祖师大德之恩, 祖师大德的道场要维护, 我们今天到苏州看到灵岩山的道场, 就会缅怀印光大师的德行, 这一定的道理。 在海外这些弟子们, 只要有机缘出钱出力, 把祖师的道场恢复, 报祖庭之恩。 这就说明修救的比建新的功德还要大。 欲仙佛塔庙, 祖师的道场, 或至经像, 经书, 旧的经书, 那个价值高, 旧的经书已经赚了多少代, 你想一想前面多少人读过, 今天传到我们手上, 我们读了之后还要传给后人, 这一份的恩情, 你知道有多深? 这是故旧超过新印。 他这里面有一份恩德感情存在其中, 这是新印的经书里头没有, 旧的本子有这份恩情在里头, 所以旧的东西要修补。 但是我们现在印刷这些纸张修补不容易, 这的确是西洋人的观念, 旧的旧不要, 旧丢弃。 中国过去这些古书可以修补, 现装书纸质非常柔软, 在中国大陆印书最普通的毛编纸。 我们今天诸位看到这个书到零纸, 这种纸张能保持多久? 大概能保一百多年, 一百多年之后这个书就变成灰, 变成粉, 你看到这个纸张很好看, 很漂亮, 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中国的毛编纸, 你看到土土的, 黄黄的, 软软的, 没有外国纸张好看, 毛编纸可以保存五百年。 比较考旧一点的用莲石纸, 现在不晓得大陆现装书有没有莲石纸, 莲石纸非常软, 过去民国初年上海哈同印的, 平家藏, 是莲石纸, 过去比较好一点的书都用莲石纸来印, 莲石纸非常软, 可以保存一千年, 如果有损坏可以表辈, 所以确确实实能够保存几千年没有问题。 这是中国文化跟外国东西不一样的地方, 外国东西好看不耐久, 中国东西不好看很耐久。 修补旧的经, 旧的佛像, 旧的佛像多少人败过, 多少人供养过, 所以是, 毁坏破落, 乃能发心修补。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 这正确的观念, 不要以为修补旧的佛像功德不大, 建新的功德大, 新的建筑的富丽堂皇, 非常美轮美奂, 不晓得修补旧的比新建的功德要大很多倍, 实在讲没办法说。 在看底下这段经文, 是国王等, 或自淫办, 或劝他人, 乃至百千人等, 不失结缘。 这就讲遇到这些旧的寺庙道场, 旧的佛菩萨形象, 旧的经典, 你要是遇到之后, 你发心来给他修复修补, 你一个人有能力自己做好, 你的功德圆满, 自己没有力量, 或者劝你的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来做, 乃至于劝百人, 千人, 集合群众的力量, 你来提倡, 跟大家说明这个事实真相, 它的好处。 但是旧的道场修复, 那一定要礼请法师来助持, 如果里面已经有法师, 也要请法师弘法立身。 这一桩事情我在过去, 在此的早年常常劝勉我们的听众, 听众们常常讲没有法师到这边来讲经说法, 佛法难闻。 我告诉他大家, 我说, 不是没有法师来讲经说法, 是你们不喜欢听佛法, 他听了, 听不懂。 我在这里讲经说法听众这么多, 为什么说他不喜欢听佛法? 我在跟他做解释, 你们听我讲, 我讲了多少年。 讲佛法, 在讲台上千锤百炼才有今天这个成绩, 你们来享受果报。 你们来享受现成的。 我在初学的那时候, 也讲得结结巴巴的, 你们会听吗? 你不喜欢听, 那不喜欢听, 讲经的法师就打退堂鼓, 下台了, 不再讲经。 你要懂得培养法师, 好像种树一样, 你要啃种树, 将来才有果实, 才有收成。 这个意思因为讲得很多遍, 这一边同修大家渐渐懂得, 初学哪有能讲得好? 讲不好也要天天去听, 讲好了不听没有关系, 无所谓。 刚刚初学讲经的人需要人捧场, 需要人鼓励, 你们大家都不去听, 他的信心完全丧失掉。 所以我说喜欢听经是什么? 喜欢听初学的人讲经, 决定不缺课, 让这些初学讲经的这些法师有信心, 大概我还讲得不错, 听众不少, 同时这些听众, 逼着他天天讲经, 他才能学得出来, 他才会认真努力去修学。 为什么? 他要不认真, 他下不了台, 一定要做充分准备, 纵然讲得不好, 这一堂也能应付得过去。 所以听众是兼学, 听众是老师, 听众是督促他们, 这个样子经过三年五载, 他在讲台上才能讲得像样, 才能讲得如法, 真正讲得好, 至少要有十年的经验, 十年不能间断。 纵然不能每天讲, 一个星期决定不能少过三次, 这样要能支持十年不间断, 你才有讲台的经验, 所谓是展开金本的心应手, 左右逢源。 要没有这个场所来练习, 纵然你学会了也没有用处, 三个月, 半年不讲经, 生书忘掉了。 所以我们培训班, 培训班的特色, 每一个学生每一个星期至少要上台讲一次, 这是初学。 你一步经讲过之后, 再讲第二遍就希望一个星期能讲两次, 因为你讲过一遍, 你有了基础, 要加倍努力一个星期讲两次, 到第三遍的时候, 就希望你一个星期能讲三次, 换句话说, 到讲四遍的时候, 你一个星期最好能讲四次, 你才能学成, 否则的话你就不能成就。 所以我们建新道场也好, 修复旧道场也好, 一定要请法师讲经, 当然他讲不好, 讲不好我来听, 我天天都来听, 我还要一些人都来听, 逼着你非讲不可, 逼着你用功, 逼着你修学, 不但逼着你去研教, 而且逼着你还要做我们的好样子, 要逼着你修行, 那你的功德就大了。 这些法师将来成就, 在这个世界各地方讲经说法普度众生, 都是你的功德, 他怎么成就的? 你帮助他成就的? 我在过去年轻的时候, 我二十六岁学佛, 这期间曾经跟李炳南老居士十年。 我在讲台上没有中断过, 几乎天天都在讲, 这个机会是韩居士帮助我造成的, 他懂得, 他知道这是一桩好事情, 他没有财力, 没有办法给我建各道场。 那个时候, 因为你发新奖金, 可怜没地方住, 到寺院里去挂单, 你要给他做金颤佛事, 哪个道场都欢迎, 你要是到道场奖金, 没有一个道场欢迎你, 走投无路。 他帮助我叫我住他家, 我住他家里面十七年, 他家里楼上给我一个小房间。 到哪里去奖金? 租房子, 借地方。 他朋友很多, 借朋友的办公室, 办公室晚上下班, 就在他办公室里面讲, 所以奖金场所常常搬家, 一个地方大概讲两, 三个月, 就另外换个地方, 听众有五, 六十个人, 多的时候有一百多人, 这个样子几十年不中断。 这里面还有一段时间, 大概有三, 四年的时间, 一天讲三次, 上午讲一场, 下午讲一场, 晚上讲一场, 我那个时候记得, 一个星期讲三十多个小时, 我肯干, 欢喜在台上讲, 我有机会练习。 到以后听众逐渐多, 集合大众的力量, 在台北公寓买了一层, 买了一个单位, 就是现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 最初买的单位很小, 台湾奖坪数, 五十平, 此的奖尺, 一千五百尺, 这么大的一个小道场, 大概跟我们这个房子在大三分之一就这么大的地方。 以后慢慢的再扩充, 把隔壁再买来, 所以现在这个道场差不多将近有三百平, 将近一万尺, 现在有这么样的规模, 还是在公寓房子里头, 几十年如一日。 在海外奖金这个路也是他打开的, 帮助我在世界各地他去结园, 他去找听众, 他去找场所, 所以我们今天能有这个成就, 韩馆长三十年互持功德不可没。 我们今天在讲堂里面, 讲台对面为什么要供养他的照片。 感恩, 是死如是生, 如同他在场听经一样, 他看到欢喜。 我们存报恩心说法, 存报恩心来教学, 我们如果不认真, 不努力, 不好好的修持, 不好好的弘法立身, 对不起他们, 所以我们在道场里, 讲堂里, 念佛堂里, 只要是我自己的道场, 我的老师, 护法的照片统统挂着。 居士林道场不是我自己道场, 所以我们只有每一次讲经, 我都回向给他, 你们念你们的回向祭, 我念我的回向祭, 跟你们不一样, 我回向老师, 回向护法, 佛教导我们之恩报恩。 下面经文说福报, 不失的福报, 是国王等, 百千僧中, 常为转轮王身。 这个福报就大, 转轮王, 有四种, 经上都有。 如是他人同不失者, 百千僧中, 常为小国王身。 带头修布施的福报最大, 跟随一起修布施的, 同样结这个缘分, 将来果报还在一起。 小国王身是古时候的诸侯, 大国王好像现在国家的总统, 小国王就好像是部长, 省长, 县市长, 这些是古时候讲小国王。 由此可知, 一个国家, 一个政体, 从上到下过去身中都有缘分, 不是偶然的, 同样在一桩世情修这么大的福报。 诸解里面说的好, 都是经典里面的意思, 我们把诸子念一遍, 国王等行诗, 行诗的意思是广义的, 为群众服务就是不失, 真正是以慈悲心, 清净心, 恭敬心为社会大众服务, 为人民服务, 这个福报很大。 自和上身, 上身, 他应该要升天, 和富报为人王, 为什么他的果报是各转轮圣王? 为什么他没有升天? 下面引用, 如, 五道罪福经, 云, 人儿豪贵, 国王长者, 从李氏三宝中来, 这就说明全世界都不例外, 不但是政治上的领袖, 任何行业当中的领袖, 都是从李氏三宝中来的, 这说明他的业因。 为人大富, 财务无限, 从布施中来, 我们在今天社会上能看到, 世界上确实有很多富贵人家, 财富以美金, 都是几十亿, 几百亿来计算的, 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财富? 过去身中修大不失的来的, 可是这些人大概过去身中修福不修会, 今生的的大富不知道再修福, 纵然有修福, 做一点社会福利事业, 回馈社会很少, 在他整个财富里面占的比例很小, 唯不足道, 这是他没有智慧, 他修福不修会。 如果他有智慧, 那就完全不一样, 他可以拿他的财富帮助一个国家, 帮助一个地区, 将来他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国王, 一定是这个地区的首领, 他修的福报大。 故知若不于佛法中修行不失, 中不能获私圣报, 得不到这么大的福报, 这样大的福报决定是从不失上修得。 只要你能够如理如法的修学, 殊胜的果报一定得到。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得藏菩萨本愿经, 第三十七卷, 新加坡静宗学会录影是当明, 十四年十二月三日期。 请先开经本, 卷下第十三面, 请看经文。 更能于塔庙前, 发回向心。 如是国王, 乃及诸人, 竟成佛道。 以此果报, 无量无边。 这是说不失佛家的道场, 修补救的经书, 佛菩萨的形象, 所得的功德。 前面说能够种这个因, 果报是百千生中未转轮圣王, 由此可知, 不失福报不可思议。 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 人间的富贵最大的就是转轮圣王, 转轮圣王所造的叶音, 这个经上有说, 此的注解引用古德的说法, 在第十三面第一行末后一句, 妙玄, 云, 妙世, 妙法莲华经, 玄世玄义, 智者大师做的。 智者大师所说的这些话, 都是影自经典当中, 这段讲, 皆是散心持戒, 兼以慈心劝他为福, 这句非常重要, 为什么他的这么大的福? 在我们人间与转轮圣王相似, 像现在世间超级大国的领袖, 这就类似转轮王, 现在世界美国最强盛, 许许多多国家虽然美国人不能统治, 但是都受他的影响, 甚至于受他势力支配。 美国的总统的确具转轮圣王的意思, 但是没有转轮圣王福报那么大, 为什么? 他们任期只有四年, 而且还受国会种种约束, 不能够随自己一死来办事, 所以比转轮圣王还差得远。 在两百多年前, 在中国康熙、 雍正、 乾隆这三代, 可以说也有一点像转轮圣王, 那时候中国国力非常强盛, 在亚洲许许多多小国都对清朝朝贡, 都成为清帝国的藩属。 所以我们展开清朝最盛时候的地图来看, 比现在中国面积大概要大三倍的样子, 现在中国土地如果跟乾隆那个时候相比只剩下三分之一, 所以这样的国王就有一点像转轮圣王。 他那个福报怎么修的? 这是智者大师, 在法华经悬议里面告诉我们, 散心持戒, 他不是专心, 他持不持戒。 持戒, 兼以慈心劝他为福, 心地善良, 自己修福带动许许多多人修福, 他福报现前的时候, 他自己是帝王, 跟他一起修福的这些人, 都是他的大臣, 都是他的部署, 其中福报大就做小王。 在过去制度总督就是小王, 巡抚也是小王, 巡抚就相当现在的省长, 而总督通常是管两个省, 这都属于小王身份, 在边远地区附属的藩王, 小国的小国王, 福报是这么修的, 事迁, 云, 底下讲事迁, 第二行末后一句, 事迁是玄义事迁, 玄义是智者大师做的, 这是玄义的注解, 湛染法师做的。 他说的是, 他讲的比较详细, 都是引经来说明, 先行七法, 这是讲义身行善, 他行哪些善。 第一个是, 给师贫乏, 对于贫困的众生他照顾, 非常热心照顾, 所以在果报当中, 他敢得许许多多人拥护他, 这是有恩德, 报恩。 第二, 敬明效仰, 他对人尊敬, 他能够效仰, 尤其是对于能够效仰父母, 效仰尊长的人, 他是格外的尊敬。 第三, 四十八节以济四海, 这就是对鬼神的恭敬, 前面这两条是对人, 这一条对天地鬼神, 这一点现代人疏忽。 我们人生在世与天地鬼神息息相关, 人与人的关系要处好, 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也要处好, 古人懂得这个道理, 不但中国的古人懂得, 我们看看全世界的古人都懂得, 都懂得祭祀鬼神。 现在人把这些看作迷信, 极力地排斥, 鬼神的关系搞坏, 换句话说, 得不到鬼神的帮助, 如果鬼神再从中作乱, 再从中破坏, 那我们就苦了, 我们没有能力招架。 什么时候这个世界还能够恢复, 像过去那样的安定繁荣兴旺, 就看看大家有没有觉悟, 我们要跟天地鬼神和睦相处。 在中国古里, 诸位看看三礼, 周礼, 仪礼, 礼祭, 是把这个关系搞好。 这是事实, 不是虚假的, 不是说把祭祀列在第一位, 祭祀就是跟天地鬼神伴外交, 你信就有, 不信就没有, 没有那么简单, 你信有这个事情, 不信还是有这个事情, 这是个事实, 一定要懂的。 世间人虽然口里面很硬说他不信, 事实都经历过, 在生活当中都有体验, 听到的很多, 有许多人是亲身经历。 这个事实我们一定要重视, 祭祖先, 祭天的鬼神。 第四, 时修忍辱, 所以他的福报能够保得住, 能够在百千身中享受, 原因就是他能够忍辱, 要是不能忍辱, 再大的福报一生就想完, 佛家讲得好, 不失是修福, 忍辱是保持, 你不能忍, 你就保不住, 很快的就爆掉。 后面还有三条, 一定要断贪, 断甜, 断吃, 这三毒烦恼。 这是在生前修这七种殊胜的善音, 然后又发心为大众服务, 所以才得到这个殊胜的感应, 得到这么好的果报。 从这一品经, 这一品经在整个, 地藏经, 里面, 是最重要的一品, 的藏经末后结归到三宝, 名号品, 是佛宝, 不失品, 是法宝, 后面, 利益存亡品, 是森宝, 三宝, 佛不住是, 三宝里面是法宝最重要, 劝我们修不失。 不失, 这两个字的定义, 一定要很鲜明, 很清楚, 不失就是服务, 不失一切众生就是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服务, 为实法界众生服务, 那是佛道, 大菩萨道。 所以我们不要把不失看错, 以为在佛门里面捐献一点财物, 这就叫不失, 你把不失看得太简单, 太狭小了。 菩萨行里面, 佛跟我们说了六个原则, 六条, 经典里面称六度, 六波罗密, 就是菩萨行为的六个原则。 第一就是不失, 第二还是不失, 第三还是不失, 佛跟我们讲不失分三类, 第一类才不失, 第二类法不失, 第三类无畏不失, 这六个, 六条里面第一是不失, 不失里面财, 法, 无畏都包括。 第二是持戒, 持戒是守法, 第三是忍辱, 守法跟忍辱都是属于无畏不失, 后免精进, 禅定, 般若, 都是属于法不失。 所以菩萨行, 你要把它总归纳就是不失两个字, 不失两个字的讲法, 就是为一切大众服务。 无论你是什么身份, 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 一切为众生, 一切为社会, 一切为人民, 那就是修不失波罗密。 我们一个人, 立身是为众生做好榜样, 那就是修不失波罗密, 一个人在世间心地好, 品德好, 行为好, 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 这个身不失, 身心都在修不失。 我们的生活, 无论过的是富裕或者是贫贱, 富贵做一个富贵的好样子, 贫贱做个贫贱的好样子, 贫贱人守本分, 安平乐道, 这就是不失, 富贵人做富贵人的好榜样, 以他生活多余的能够周济贫穷, 富贵人的好样子, 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 你从政为人民服务, 你经商也为人民服务, 你做工还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出家, 出家人把佛法经教研究透彻, 为一切众生做详细的讲解。 为人民服务, 帮助大家破迷开悟, 帮助大家提升生活的水平, 出家人也是为人民服务。 整个佛法没有别的, 说到最后总归结, 为一切众生服务而已。 我们自己发心为众生服务, 也劝导一切众生都要为众生服务, 真正能够牺牲自己, 舍己为人, 这个人就叫菩萨。 念念念众生, 念念念社会整体, 念一切人民, 没有念自己, 没有自家, 自己跟自家是这个团体里面的一分子, 整个团体好, 自己哪有不好的道理。 所以它有这么大的福报, 这个福报齐来有字, 我们明白了。 下面这一段经文, 你再能够把服务的新量扩大, 你的福报就更大。 更能于塔庙前, 发回向心。 什么叫回向心? 我们今天服务的事是一个地区, 或者更小一个团体, 一个社团, 一个地区, 在扩大一个国家, 今天说一个世界, 这是我们在世上能做得到, 前面所说的。 回向的心, 我们是虽然达不到, 可是我们的心愿达到, 我们服务的心愿是尽虚空, 变法界, 不限于这个地球, 这话说的空说的。 不空, 真有心愿, 那就不是空的。 可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 哪一天要得了神通, 飞行变化自在, 我们却确实时是很乐意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 就像诸佛菩萨一样, 在尽虚空, 变法界随类化身, 随机说法, 这是回向心。 你心量拓开了, 这心量一拓开, 你果报就不是百千身中转伦亡身, 那就不止。 如是国王, 乃及诸人, 竟成佛道。 以此果报, 无量无边。 为什么一回向就成佛? 这一个回向心是佛心, 心是佛心那怎么会不成佛道? 当然成佛。 前面那个心不是佛心, 是人心, 在四种慈悲里面讲众生缘慈悲, 所以他果报是转伦亡身。 这一发愿回向这个心是佛心, 这个慈悲是大慈大悲没有条件的,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所以决定成佛道。 无论是发心带头劝导大家, 或者是跟道一起做的, 尽成佛道。 尽成佛道, 诸位要知道, 这些人都发回向心, 他才能成佛道。 这其中这么多人, 如果有一些人不能发这样的大心, 那他还是不能成佛, 真正发大心的人成佛了。 成佛果报才是究竟圆满, 在佛的果位上, 应以转伦亡身而得度者, 他就是现做转伦亡, 应以天王身的度者, 他就是现做天王, 多自在。 没有这个大心量, 虽然修这么大福报, 做转伦亡身, 转伦亡身还是不自在, 他不能够随意去做天王, 他也不能够随意去做鬼王, 他不能随心所欲。 如果是成佛, 成菩萨, 随心所欲, 任何身份都能实现, 而且实现还不仅实现一个身, 同时同处可以现无量身, 实现种种不同的身份, 这只有在佛与大菩萨的果的才能办得到。 所以发愿回向就重要, 是尊在, 观无量寿佛经, 给我们讲菩提心, 至诚心是菩提心之体, 本体, 一切法都是从这个心里面流露出来, 都是从这个心里面建立起来, 人心要真诚, 真诚到极处, 不但没有私心, 连一个妄想都没有, 这是讲体, 本体。 有体当然有用, 用里面分两种, 一个是自受用, 一个是他受用, 这话要用现代话来讲, 你用什么样的心对自己, 用什么样的心对别人, 对自己是自受用, 对别人是他受用。 佛告诉我们对自己是身心, 身心是好善好得, 自己能够修善积德这对自己, 对别人是发愿回向, 发回向心, 发愿回向是大慈大悲, 发愿回向就是发愿为一切众生服务。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处所, 全心全力为大众服务, 这个服务完全是义务, 不求丝毫报酬, 世间人服务是要讲报酬, 佛菩萨服务没有报酬, 全部是付出的, 现在话讲义务, 完全是义务。 如果有义务这个观念, 那还不是佛菩萨, 为什么? 他爱心还低一等, 法原词, 不是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连义务的念头都没有, 他做的是真正义务工作, 但是决定没有义务这个念头, 这才是真正的佛菩萨, 以此果报, 就, 无量无边。 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也引用一些故事, 这故事诸位看, 你听我讲了之后, 这个故事可以看得懂, 我们就不必多说了。 请看下面经文, 下面经文是布施的第四段, 施老病产妇, 所得的福报。 复赐, 经上加上, 复赐, 就是另外一桩事情的起端。 佛在这里给我们说了种种布施, 这是第四种。 教者 的藏 未来世中, 有诸国王, 及婆罗门等。 这一句是讲能布施的人, 发心布施有这么多人, 他们的身份, 地位, 福报都不相等, 但是都能发心修布施, 布施所得的福完全看布施人, 的心态, 绝不是他的地位高下, 得的福报大小, 与他地位高下不相干, 与他的财力物力也不相干。 关系在他发心, 他是不是真诚心, 是不是圆满的心, 是不是真的尽心尽力, 福报大小从这个地方结, 可见得修无量无边的福报,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分,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下面是他布施的对象, 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 若一面间, 具大瓷心。 关键就在, 大瓷心, 大瓷心是佛心, 法身大事的心态, 这不是普通人, 没有条件的, 看到了一定帮助。 布施医药, 饮食, 卧具, 使令安乐。 看他有苦难, 立刻就伸出援手就去帮助他。 现代这个社会老人, 病人可怜的很多, 没有人照顾, 整个社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教育政策的错误, 现在的教育都是功利主义的教育, 跟我们中国古代不一样, 中国古代教育是道德的教育, 仁义的教育, 尊重道德仁义。 现在的教育是功利, 是厉害的教育, 与我有利就是朋友, 与我没有利就是敌人, 你说这个怎么得了? 这个社会上下教真理, 孟子说这个国家就危险了。 这个危险就是说明有大灾难要现前, 或是天灾, 或是人祸, 都是众生业敢所造, 大家造的不善业。 所以古代古圣先望, 后世人为什么尊敬他? 为什么崇拜他? 他们有智慧, 他们建立一个政权教化众生, 教众生道德仁义理, 明道, 修德, 行人, 敬意, 守力, 这个社会安定, 人民安乐, 懂得互助合作, 和睦相处, 这是帝王为人民服务, 给社会大众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今天功利的社会, 每个人只求自己自身的利益, 家庭都不顾, 真的是忘恩负义, 父母怎样把你养成, 到父母年老, 不要了, 丢掉了, 认为校养父母是个负担, 这个负担他不愿意担起, 舍弃, 父母的死活与自己不相关, 父母有病没人照顾, 父母年老丢掉也没有人照顾。 现在在外国有老人福利的制度, 国家来养老, 国家要有这个财力才行。 社会福利事业是美国人最先提倡, 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美国国力是最富强兴起这个制度, 全世界许多民族国家都仿效, 现在弊病出来, 国家负担太重了, 把国家的财政拖垮。 但是有没有人敢把这个制度废除? 没有人敢。 那个国家是民主社会, 如果你要是想把这个制度废除, 老百姓不投你的票, 你就选不上了, 为了选票这个制度咬紧牙根还要坚持。 美国现在负债, 几乎世界上每个人都知道, 四代都还不清, 它原来是债权全国, 现在变成负债的国, 这都是政策的偏差。 所以新加坡政府很聪明, 看到这个社会的病态, 新加坡有没有社会福利? 有, 社会福利主要的来源是人民的储蓄, 他们这里叫, 公积金, 这是政府强迫你储蓄。 这个储蓄就是预防着你生病, 你年老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养活你自己, 实在在有困难, 政府再补贴一点, 这个制度好。 外国因为有社会福利这个制度, 所以人民没有储蓄的观念, 老了不要紧国家养, 每一个月的收入, 他们都把它花得干干净净, 多数人透支, 造成了普遍负债的现象。 中国古老的教育里面负债是耻辱, 你怎么可以负债过日子。 谚语里面常讲, 无债一身轻, 生活过得贫困不怕, 不负债, 生活没有压力, 他的日子过得多舒服。 但是在外国先进的国家, 几乎没有人不负债, 生活压力很大, 这样的社会, 我在那边二十多年, 我看得很难过, 人为什么活在世间? 为还债, 你说多可怜, 多悲哀。 每一天努力工作为了还债, 还银行的债, 像银行贷款, 你的房子, 土地银行贷款买来的, 你出门开的车银行贷款买来的, 家里面所有一切电器设备, 都是向银行贷款买得来, 向保险公司贷款买来的, 每个月赚的钱先还银行, 还保险公司, 剩下来一点点生活费用。 我在美国, 大多数美国人算是收入不错的, 一个月可以收入3000美金, 这3000块钱他要付税, 要付银行贷款, 要付保险公司, 实际上3000块钱付完之后, 大概可以能够剩下800块钱, 所以3000块钱收入, 实际上他只能拿到800块钱。 800块钱他的生活费用比我们中国高太多了, 勉勉强强过一个月的生活, 中国人比外国人好, 中国人懂得节俭, 每个月他能够再储蓄200块钱, 就不得了, 就很难得, 所以3000块钱的收入, 他要真正能够储蓄, 也不过是储蓄200块钱而已, 过的是什么日子? 人老了, 美国各州财政是独立的, 美国是各联邦国家, 每一个州就等于是一个小国家, 有很多法律也是独立的, 但是他不违背联邦的宪法。 因为每一州财富不相同, 所以社会福利也就不一样, 像加州比较富裕, 加州的老人每个月可以领到500块养老金, 500块钱这一个月可以过得下去, 没有问题, 我在德州住, 德州的经济环境比加州差, 所以德州的养老金只能够拿到300多块, 德州生活水平比加州也稍微低一点, 这国家养老, 老人退休之后, 物质生活可以勉强过得去, 精神生活痛苦, 真的是做吃等死, 每一天吃饱饭之后晒太阳, 没有人跟他讲话。 我们到老人院去访问, 老人见到我们总喜欢跟我们说几句话, 他得到安慰, 有人跟他说话。 所以我们看到晚年凄惨的现象, 这才引起我们要办弥陀村的构想, 帮助他解决他的苦难, 给他精神生活。 有一些老人院办得不错, 每一个星期还办一次像同乐会兴致一样, 里面也有表演, 也有唱歌跳舞, 哪些人, 都是老人自己, 自己来办。 年岁稍微轻一点体力好的, 他们来表演, 年岁大的有很多行动不方便坐轮椅的, 这些在场地周围做观众, 这就算不错。 可是我们觉得这个不够, 我们必须有年轻人经常不断到里面去演出, 特别是鼓励年轻的学生, 小朋友, 能够经常到弥陀村去表演, 让老年人跟小朋友常常能够见面, 常常能够接触, 使他精神上的安慰。 世界上许多歌舞的团体, 中国这些杂技团, 高水平的表演我们可以邀请, 能到弥陀村来表演, 所以弥陀村不是单一念佛, 里面这些娱乐的活动会很多。 我们希望能帮助老年人, 度过他一生感到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我们是朝这个目标去做, 为老人, 为病人服务。 经上提到生产妇女, 现在医药发达, 照顾生产妇女已经不需要我们再操心。 在古代妇女生产非常痛苦, 没有人照顾, 所以生产这个时候性命交官, 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 现在除非是一些很落后的地区, 未开发的地区, 已经开发, 或者正在开发中的国家, 大致上都没有问题。 佛在此地劝勉我们对这些苦难, 迫切需要帮忙的这些众生, 要不施医药, 饮食, 卧具, 他迫切需要, 你要能照顾到, 目的, 使令安乐, 得到他身心平安, 让他离苦得乐。 请看下面经文。 如是福利, 罪不私矣。 一百节中, 常未禁居天主, 二百节中, 常未六欲天主。 毕竟成佛, 永不堕恶道。 乃至百千身中, 而不闻苦生。 这一段经文是说你所不私的的果报, 不私是福德之因, 三页都要知道修学。 心里面常常存不私意念, 刚才说就是服务众生, 我们这样子说法大家好懂, 念念有服务众生的心愿, 这是你心不私, 时常以言词来劝别人, 服务社会, 服务人民, 这是你口不私,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时时在在做到, 就自己的工作岗位, 就自己现前生活的方式, 要做出利益社会利益众生, 这是你身形不私, 你一定得福。 财不私, 财有内财, 外财, 外财是身外之物, 内财是我身体, 我以我身体, 以我的劳力来为大家服务, 这是内财不私, 的财富, 财不私的财富, 法不私是以我的智慧, 以我的技术能力帮助别人, 果报是聪明智慧, 无谓不私是让大众身心安稳, 离开恐怖, 离开忧虑烦恼, 果报的健康长寿, 这个样你的福报财圆满, 你在一生生活当中物质生活不缺乏, 不必太多, 不缺乏就好, 就很圆满, 衣食足, 聪明智慧, 健康长寿, 这个人福报财是圆满的。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 有很多有财富的人没有智慧, 愚痴, 他真有财富。 又看到有智慧的人, 很聪明的人, 身体不好, 多灾多病, 这是什么? 他前身没有修无谓不私, 常常伤害一切众生, 得得多灾多病。 他说, 我没有害众生, 没有害众生, 每一天吃众生肉, 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我记得有一次香港的雷居室在此的报告, 他看到香港县市的果报, 有人喜欢吃海鲜, 死的时候得了一个病, 就跟螃蟹一样, 跟鱼虾一样, 果报县前大家都看到, 吓得有很多人, 喜欢吃海鲜的不敢再吃了。 他在此的给我们报告, 我们给他录像, 这个录像带可以流通, 可以让大家看看, 他讲的真实的是, 真人真事。 佛在戒经里面虽然没有禁止大家吃肉, 佛劝人吃, 三尽肉, 三尽肉第一个是不见沙, 你没有看到沙身, 你没有听到沙身的声音, 第三是决定不是为自己杀的, 这叫三尽肉。 可是有一些人喜欢吃活的, 亲眼看他杀的, 亲眼命令厨师来杀身, 他要吃新鲜的, 这个造的业就中了。 你纵然修不师福, 纵然修法不师的聪明智慧, 你的果报就是身体多灾多病。 在一般说我们中国人的身体不如外国人, 外国人吃肉, 真的外国人吃的是三尽肉, 而且吃的时候比较上单纯, 在外国我们看最普遍牛肉, 鸡肉, 其他的动物他不吃, 很少吃, 爱护动物, 他要看到你伤害动物, 他不愿意, 他不会原谅你。 在澳洲无故伤害动物要受到处罚的, 要罚钱甚至于还要坐牢, 保护动物。 所以他们的鸡跟牛那是饲养来吃的, 这个造的业就轻。 那看我们中国人, 特别是南方人什么都吃, 样样都要吃活的, 这个业造的就很重, 灾难就很多。 所以, 一定要懂得怎样修复。 健康长寿之道, 固然我们生活方式很重要, 那这世缘, 真正的因是过去身中所修的无畏不失, 无畏不失另一切动物, 有情, 有生命的这些动物, 让它得到安稳, 让它得到快乐, 不可以伤害它, 这就是属于无畏不失, 今天讲爱护动物。 我们在美国, 在加拿大, 在澳洲, 这些野生的动物不怕人, 你看到小动物, 你招手它就来了, 鸟也不怕人, 飞下来停在你身上, 小松鼠一招手它就到你手边来。 中国的动物比外国不一样, 看到人赶快跑, 动物也通人性, 生在那个地方, 它知道人不害它, 人是它的好朋友, 愿意亲近。 中国这些, 像台湾这些, 那还得了, 鸟一看到人早就飞光, 它知道这些人, 人是它的队友, 是它的冤家, 决定要杀害它, 赶紧逃命。 这是教导我们怎样修布施, 怎样修福, 修布施就是修福, 你能够这样修学, 这样修布施, 果报是, 一百节中, 常为禁居天主, 禁居天是四禅天, 这个地位高, 的这样的果报。 果报之根源都在发心, 你懂得发心, 你就相信佛讲的果报是真实的, 一切法从心响生, 一切法你心念所转, 前面因里面, 修因里面, 最重要大慈心, 你才能得这个果报。 如果你是爱原慈, 众生原慈, 那个果报就没有这么大, 这是如佛菩萨一样大慈大悲, 果报不可思议。 一百节时间, 这么长的时间, 你做大犯天王, 这是色戒天。 二百节中, 常为六欲天主, 大犯天王, 近居天主的福报响尽, 响尽了就往下堕落, 但是他还有余福, 那个福虽然到不了色戒天, 欲戒天, 在欲戒天里面再享福。 毕竟成佛, 永不堕恶道, 毕竟成佛, 是说, 阿赖耶时种下的金刚种子不会坏, 如果遇到殊胜的因缘, 殊胜之缘就跟善导大师所讲的, 欲缘不同, 他要是遇到大成佛法, 遇到净土法门, 以他的善根福德再加上因缘, 他决定往生不退成佛, 那就永不堕恶道, 生到西方世界当然不闻苦生。 这一段是说他们的果报。 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这一段注得很多, 说明不思一事。 他这里面引经句论, 所举的不失的是有防舍, 有卧具, 有饮食, 有汤药, 也说明这些都是释法, 怎么可以说最不可思议。 下面说, 此由正行诗时, 一念句大慈心, 便是成佛根本, 所以关键就在, 大慈心, 这三个字。 果然是以大慈悲心,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一念心就不可思议, 所以得福不可思议, 果报不可思议。 其余的这些柱子, 诸位自己可以去看, 再请看下面经文, 赴次的藏, 若未来世中, 有诸国王, 及婆罗门等, 能做如是不失, 或福无量, 更能回向, 不问多少, 必尽成佛, 何况是泛传伦之宝, 佛词的总结, 结像成佛, 这一颗, 这是佛幼教着地藏菩萨跟他说, 这两行经文是有两个段落, 前面这一段是总结不失福, 后面这一段是总结回向福。 总结不失特别提到, 未来世中, 那就是指我们现在, 佛当年讲经说法是讲未来世, 未来就包括我们在其中。 有诸国王, 及婆罗门等, 这是讲能不失的人, 等, 也包括我们, 包括大家都在内。 你懂得这个道理, 了解事实真相, 应当认真努力为社会, 为大众服务, 这就是修不失波罗密。 为社会大众服务, 最重要真诚心, 清静心, 我们尽义务不求报酬, 自己的生活衣食足够了, 绝不贪图奢侈享受, 如果贪图这些, 你所修的福就报尽, 就报掉了。 你, 不惜求福报, 福报是累积在那里月积月后, 就变成不可思议的大福报, 大福报自己还是不接受, 把这个大福报供养一切众生, 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福报, 无量无边的福报还不享受, 无量无边的福报供养尽虚空, 便法界一切众生, 你说多圆满, 多快乐。 人生第一大乐事, 无过于这个快乐。 我们住小房子, 过简单的生活, 有什么不好? 过得多么自在, 何必要住豪华的宅地, 出门有很多人前呼后拥, 我觉得那个生活反而不方便, 出去还要带好多保镖, 行动不自由, 富贵过了头。 住在家里头怕人抢劫, 还要请很多警察来保护, 实实在在讲这事无形地把自己囚禁起来, 得不到自由自在的生活, 何必如是? 你有财富为什么不舍? 舍了之后才真正的自由自在, 佛经里面常讲, 解脱的生活, 那是最美满的, 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这就对了。 我们学佛要明理, 要了解事实真相, 要肯修不失, 肯为社会大众服务, 奉献我们的身心, 奉献我们的智慧能力, 为大家造福, 不要享福, 那你就获福无量了。 这是总结师福, 更能回向, 不问多少, 毕竟成佛, 下面是总结回向之福, 回向的福报。 更能回向, 不问多少, 毕竟成佛, 为什么原因? 因为前面你是大慈心, 大慈心是佛心, 不问你修的功德多少你都会成佛, 因为你是用佛心来服务社会大众。 何况是范转伦之报, 这是比喻你连做佛都能办得到, 何况这些小小的人天福报。 是, 是欲借天主, 范, 是色借天主, 转伦, 圣王是人间最大的福报, 这四个字是说六道里面的大福报。 做佛事是出世间究竟圆满的福报, 究竟圆满的福报你都能得到, 何况六道里面的小福报。 百声, 千声, 这是六道里面小福报, 当然可以得到的。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事实真相, 才知道不失不能不休, 对自己有真实的利益, 是出世间一切法, 只有这个法是真的, 其他都不是真实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幻, 佛家常讲, 万般将不去, 唯有业随身, 你在这个世间哪一样东西你能带走? 佛给我们讲的话要记住, 国土为粹, 人命无常, 的人生最可贵的, 我们今天讲的人生, 最有意义, 最有价值的就是修福, 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 那你这一生过的有意义, 有价值。 我们讲有意义, 有价值, 实在讲是很空洞的, 很抽象的, 意义在哪里? 价值在哪里? 这段经文讲的详细落实, 这个价值意义是永恒的福报, 你深深世事享受不尽的福报, 意义价值在此地。 如果我们还有一念贪心, 还有一念令习之心, 还不肯为大家做出圆满的福物, 自己还要留一点, 你所修的福就少了, 你的果报就不殊胜, 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福报, 都在你一念之间。 我们这一念是不是为别人想, 为整个社会想, 为国家想, 为全人类想, 你的福报就大, 经经计较为自己一生想, 为我这个家庭想, 你的福报就小了, 很小很小。 你为个人想, 你修的福报, 你来深世的一生的福报, 自己一个深或者自己一家, 你的福报就那么大, 你自己一生, 得到你将来身体健康强壮, 你要是为一家, 你是一家的家长, 你一家过得很幸福, 哪里能像经典里面, 做大饭天王, 做刀利天王, 你没有这个福分, 为什么? 心量太小了。 所以修布施是同样一个事情, 果报大小, 这个品的品提就, 较量福报, 都在你的心, 都在你的量, 你的心量大, 一念大慈悲心, 那个心是心包太虚, 量周杀戒, 所以小小布施之福, 被心量扩大了, 毕竟成佛, 所以那个回向就是大, 心量就大了。 我们为什么不用大心量? 要学习用大心量, 那你一切都大, 毕竟成佛, 都变成虚空法界的果报。 我们在, 华严经, 上学了拓开心量, 佛在这一回当中, 也教我们拓开心量, 所以这一部经跟, 华严经, 无二无别, 同一个境界。 拓开心量为一切众生福物, 即使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也会非常欢喜, 非常高兴, 我为一切众生得福, 离苦得乐而牺牲, 我多快乐, 多值得。 决定不为自己丝毫的贪欲, 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 这才是真正实践佛陀对我们的教会。 请看底下这段经文, 第十八面, 十八面一开端小柱里头有几句话, 我们应当把它记住, 这是清廉法师尹, 五道罪福经, 里面一段经文, 我们把它念一遍。 贤者好不失, 死的贤者就是菩萨, 好不失的人就是菩萨, 好不失用现在的话来说, 喜欢为人民服务, 热心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 这就是贤者好不失, 天神自福将, 福将是帮助, 你能感动天地鬼神帮助, 失一的万倍, 这是讲果报, 你不失的果报不可思议, 比你所不失的超过万倍都不止, 安乐寿命长, 这是第一首祭, 说明不失的福报。 第二首祭, 今日大不失, 祈福不可量, 皆当的佛道, 度托于十方。 前面这首祭就像我们刚才讲总结不失福, 后面这首祭就是总结回向福, 这两首祭。 我们一定要醒悟过来, 从往昔迷惑颠倒, 千贪令习, 醒悟过来, 觉悟过来, 把过去错误的这些观念, 想法, 做法完全舍弃, 我们要跟佛学, 我们要听从佛的教会, 改变我们的思想, 改变我们的作风。 从今而后我们起心动念, 要念社会大众的苦乐, 要念社会大众的祸福, 与社会大众不利的, 决定不能做, 不但不能做, 想都不能想, 与社会大众有利益的, 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 这个道理要清楚。 如果我们贪财, 把社会大众的财富据位己有, 果报必定堕地狱, 特别是旧男之财。 过去我在初学佛的时候, 朱敬咒老居士给我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以后他写在书上, 他有好几本书流传给后世, 好像是在八大人绝经讲记, 里面有这个故事, 朱敬咒老居士的, 八大人绝经讲记。 好像这个故事, 影城回忆录, 里头也有, 是同一桩事情, 影城回忆录, 是谭虚法师的自传, 这是在老一代, 他们是同时代, 年龄也差不多, 亲眼看见的。 那时候在上海有一个有钱的人, 住在租界里头, 这是民国初年。 而这个人非常富有, 在清朝时候做官, 官也做得很大, 民国成立之后, 清朝推翻, 他就躲在租界里头当御工, 那时候租界受到外国人的保护。 晚年他也学佛, 修桥不禄, 在佛门里面布施供养, 常常修福部落人后, 在佛家里一般人是大善人, 把他当佛菩萨看待。 过了没多少年他死了, 死了以后, 他有好几个姨太太, 其中好像第四个姨太太, 大概是第四个, 我记得不太清楚, 对他非常想念。 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法国人, 通灵的, 可以跟王人往来, 他这姨太太听到有这么一个事情, 就去找这个通灵的外国人, 能不能把他的先生找来, 跟他见见面, 谈谈话。 这个人说可以, 可是他要的钱很多, 那时候好像是要一千银元, 那不是很富有的人家请不起, 反正他家里有钱, 所以就请他找。 把他生成八字, 姓名告诉他, 什么时候死的, 死了以后葬在什么地方, 他有能力去找, 结果请他去找, 他找不到。 找不到, 当然这个姨太太就很生气, 你是不是骗我的。 她说, 我绝不是骗你的。 她说, 如果你要有亲戚朋友最近过世的, 我再是一个给你看看, 我不骗你, 我收一半价钱。 所以他就好, 试试看。 正好他先生的大儿子也死了没多久, 就把他大媳妇带着来, 也找这个外国人, 价钱收一半。 果然没有多久, 他就把这个人的魂找来, 找来之后是附在一个人的身上, 他就问他, 附在这个人身上, 这个人的行动态度确实像他死去的儿子, 声音也像。 就问他, 你的父亲过世, 为什么他找不到? 他说他父亲死了之后就堕地狱。 所以这个法国通灵的人, 鬼道他有办法找到, 地狱就没办法, 他堕地狱。 他是大好人, 修桥不路, 天天拜佛, 念经, 在佛门做这么多好事, 他为什么会堕地狱, 哪有这种道理? 这个儿子说, 他从前在清朝做官的时候, 有一次皇帝派他去镇灾, 他大概把这些镇灾的钱吞没了, 所以许许多多的灾民得不到镇绩死了, 这个罪业太重, 以后怎么样修行, 没有办法弥补, 还是堕地狱。 这个事情很少, 没有人知道, 他还有一个朋友现在还在, 可能这个朋友对他知道一点, 你们可以去打听。 结果他这个姨太太, 就找到他这个老朋友, 问问有没有这个事情。 他老朋友想一想是有这个事情, 他是做过钦差大臣, 去发放赈灾的赈款。 但是也有一些人晓得, 他把这个钱吞没, 吞没多少没有人知道, 他这个老朋友也不晓得, 他说确实有这桩事情。 这是他铸成的大错, 你看看贪图这一点财物, 自己能过几天好日子。 晚年造什么样的好事, 都没有办法弥补, 还是要堕地狱。 堕地狱, 我们在这个经上就看到, 受苦是无数劫。 所以救济灾难这个钱一点都不能动, 这不得了, 这个过失不得了, 这种钱是人家救命的。 这是看到这些钱财要贪图, 那果报都在地狱。 我们看到这个大灾难, 全心全力去帮助都来不及, 看到人家能够出钱出力来救灾生欢喜心, 要跟进修随喜功德, 怎么可以在这里面贪图, 起贪心, 这个造极重的罪。 凡事救急救平, 这个功德最大, 我们在经上看到, 如果在这里面起了恶心, 起了恶念, 要去障碍它, 破坏它, 侵夺它, 这个罪过都在地狱。 财不失如是, 法不失更如是, 法不失里面特别是佛法, 佛法是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教学, 障碍佛法的流通就是断一切众生的法生会命, 果报是在阿比地狱, 五无间地狱。 诸位要试读, 法起菩萨书甚至乐经, 你就懂得, 这一部经是大成经, 是在, 宝基经, 里面的一分, 宝基经, 这是一个大单元, 这里面是一个单元, 无量寿经, 也在, 宝基经, 里面说过。 这一部经, 佛是毫不保留, 将末法时期出家人所造的罪业, 详细给我们说出来, 我们读这个金毛骨悚然, 自己有没有犯罪, 有没有做错, 如果做错了, 不能够忏悔, 不能改过, 念佛还是不能往生, 一定要懂的。 造作的罪业不怕, 忏悔就能消除业障, 这个忏悔是完全转过来, 决定不再犯错误, 要认真断恶修善, 积功累得, 将过去不好的观念行为, 做180度的大转变, 这才能救自己。 所以这一部经要大量流通, 要多多的去讲, 要认真去学习。 这一部经, 我记得我讲过三次, 在美国讲过一次, 在台湾讲过一次, 在此的也讲过一次, 有录音带, 录像带流通, 好像现在也有同修把它写成文字。 写成文字这部分我还没有看, 我看了以后, 里面确实没有错误, 这才可以上网路, 在网路上流通, 大概现在在网路上有录音带跟录像带。 所以佛法的流通, 佛法对一切众生的服务, 这个福报最大。 我们应当要学释迦牟尼佛, 一身不失智慧, 这法不失, 不失智慧里面也包括了才不失, 为什么? 用我们身体, 用我们劳力, 完全是一物热心的教学, 劝导社会大众, 劝善归过, 用我们体力那就是属于才不失。 我们关怀社会大众, 爱护社会大众, 全心全力帮助社会大众, 帮助他觉悟, 帮助他改过自新, 帮助他发心, 服务社会, 服务人民, 服务众生, 这就是法不失, 法供养, 福报最大。 虽然有大福报, 我们自己还是不享受, 把这个福报回向给一切众生, 给一切众生去享受。 释迦牟尼佛一生都是过着最简单的生活, 决定没有说弟子当中有许多大国王, 印度当时十六大国的大国王, 都归一释迦牟尼佛, 都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 释迦牟尼佛还是三一一波, 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 这事是尊对我们的教导, 给我们做示范, 才能够让社会大众尊重仰慕。 世间凡夫哪一个不贪财, 哪一个不贪图享受, 一堕落到贪欲里面就造罪业, 就给自己找麻烦, 佛氏现身说法给我们做个好榜样。 人生在世间三餐吃得饱, 可以了, 不必讲求口味, 吃饱了就行, 粗布衣服可以遮体, 行了。 晚上有一张床铺, 睡得很舒服, 睡得很自在, 足以, 还要求什么? 有多余的给一切大众去享受, 这就叫做佛菩萨, 这就叫做行菩萨道, 这叫学佛。 我们在世间无论是什么身份, 无论是什么地位,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 无论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只要念念为众生, 念念为社会, 念念为人民, 这个人就是菩萨, 这个人就是真正行菩萨道, 他存这个心就是菩萨心, 福报就像经中所说的无有穷尽。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的藏菩萨本愿经, 第38卷, 我进行菩萨道, 感谢观看